第1461章让他见见世面 黄小龙率领着大队人马 浩浩荡荡地前往妖界 是取龙珠 而且在妖界还藏匿着一个奸细 一个如古荒与醉风先帝一般 被神族安插的奸细 这一次一定要将这奸细给揪出来 就地正法 不过如今黄小龙 以及一部分同伴都已成神 要扫平妖界 的确是不费吹灰之力 至于奸细什么的 也不怕他掀起什么风浪 内夫到了妖界 咱们直接抢搏吧 龙族三太子笑道 是啊 小龙兄弟 没必要磨磨疾疾的 事实上 你都根本不必出手 我们就能拿到龙珠 万见先帝 也是笑了笑 黄小龙淡然地点了点头 希望 不要有一些不长眼的东西 出来呱噪 经过一段时间的宇宙飞行 终于 在前方 出现了一棵巨大的古树 那古树 高达万万丈都不止 枝繁叶茂 每一根枝头上面 都修建了各种的宫殿 洞府 可以看到 大量的妖族 出现在宫殿之外 或是打坐修炼 或者在手搭梁棚的眺望远方 那巨树 通体都散发着浓郁的妖气 那是最为纯粹的妖气 妖族能量 滋养着亿万的妖族 小龙兄弟 那便是妖界 事实上 所谓的妖界 就是一棵巨大的妖树 妖王葵在旁说道 嗯 明白了 黄小龙点头 在妖树的最顶端 有着一座连绵的宫殿 这宫殿的造型 便是一尊昆蓬 昆蓬殿 大妖王的宫殿 妖王后介绍道 想必 龙珠就是放在昆蓬殿中 我们直接上去取吧 黄小龙笑了笑 当下 大家伙直接就飞高 朝那昆蓬殿飞去 谁 鼻息 鼻息 拦住他们 起料 还没有接近昆蓬殿 那妖树 便是剧烈地战动了起来 只压狂抖 发出呜呜的嚎叫声 像是无数妖兽在嘶吼 又像是预警 刹那间 密密麻麻的妖族 从各支压的宫殿内 飞了出来 手持妖器 将黄小龙等人 团团地包围了起来 修得无礼 妖王魁与妖王后 直接站了出来 而等退下 妖王魁 全身妖器磅河 哦 魁 你回来了 大妖王呢 其他妖王呢 一把充满了狐媚的声音响起 一名身穿华丽衣袍的女子 直接跃众而出 这女子 全身上下的妖器 浓郁得几乎快要燃烧了起来 小龙兄弟 这是大妖王的妻子 在妖族中的地位 与龙族的龙母相当 她的本体 乃是一尊就投舌 在妖族中 也属于一种 妖王后在黄小龙耳边介绍到 呵 蛇妖麻 黄小龙也就是随意地笑了笑 大妖王 与其他的妖王 在万界战场之中陨落 如今 整个妖族 本王 与妖王吼 便是等级最强的大妖 你们 还不退下 妖王魁 发出厉声的咆哮 咯咯咯 起料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那蛇妖 居然笑得无比坦然 无比的淡定 就好像 大妖王的陨落 丝毫与他无关 甚至于 还有一些幸灾乐祸 结结结结 结结结结 叫了 所有的妖族 都笑了 按理说 大妖王没有活着回到妖界 对于妖族来讲 那是一个类似于末日的重磅消息 这个消息 一旦引爆之后 应该会掀起渲染巨波 朝野震动才对啊 可是 所有的妖族 都浑若无事 那蛇妖 笑得更加甜 更加妹 也更加的阴冷了 魁 吼 你们居然还敢返回妖界 咯咯咯咯 而且 还将一族 带到了妖界 看来 大妖王就是被你们害死的 呵呵 美夫 事情有点不对劲 三太子双手环抱 在黄小龙耳边低声道 不过呢 一群土鸡娃狗 美夫 你不用动手 我用一件神器 就能将这妖界巨树 连根拔起 不急 黄小龙也就是笑了笑 吼王 请下令 立刻处死这两个妖族叛徒 吼王 将这些异族 也通通的杀死吧 碎尸万段 结结结 还真是敢回来啊 不过 死定了 你们都死定了 哪怕 这次大妖王和其他妖王 尽数都活着回来 也都是难逃一死啊 妖族 已经是属于女王大人 女王大人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们 都已经是女王殿下最忠诚的仆役 无数的妖族 仿若打了鸡血似的嚎叫了起来 而 黄小龙等人 都是面面相许 女王大人 好麻 原来 妖族变天了 在大妖王 率领时大妖王离开妖界之后 这大妖王的妻子 便是叛变 自立为王 哈哈哈哈 妖王魁 不怒返笑 贱人 你这是背叛大妖王了 哈哈哈哈 大妖王乃是一个废物 这么多年月以来 陆陆无为 不能够带领我妖族 一统三界 吞并龙界与仙界 这种废物 何得何能为王 扯妖振振有词地说道 全集 瞳孔微微一缩 你们今天回来 就是自投罗王 干掉你们 再将仙界与龙族 一网打尽 妖族 将成为万界霸主 一同宇宙 嘎嘎嘎 蛇妖发出了歇斯底里的狂笑之声 笑得都极为病态了 真是搞不明白 你这贱人 有什么底蕴 敢背叛 自立为王 还扬言 要率领妖族 吞并仙界与龙族 妖王吼 发出嘲讽的声音 蛇妖的双瞳 变得血红 并充满了计较 对 你们应该感觉到一些荒诞 是的 论实力 本王的确不如你们这些妖王 本王凭什么控制妖族 又凭什么自立为王呢 结结结 蛇妖笑得极为阴森 可不 好了 你们即将灰飞烟灭 不过 本王仍死 在你们死之前 就让你们知道一些事情吧 说话间 蛇妖直接从怀中 取出一把短剑 这短剑 是金黄色的 散发着神族的能量气息 十分的神圣 但又犀利的可以随意将这个宇宙的空间壁垒 切割成碎片 就像切豆腐抓一般 神系 蛇妖手中 掌控着一件神系 神系的威压 顷刻之间 便是弥漫了出去 笼罩了方圆万里 而那妖界巨树 因此也被渲染成为了神谷一般 阿女王万岁 女王万岁 女王万万岁 所有的妖族 都跪下去了 包括那巨大妖术上 任何一个宫殿与洞府内的妖族 都深深地跪倒 侧色发抖 一件神系 的确可以镇着任何一个宇宙中 任何一个种族 这是毋庸置疑的 手握神系 就是无敌 原来 蛇妖就是依靠着这样一件神系 成功地策反 成为了妖族新一代的王 而无数的妖族 也是相信 蛇妖依靠这一件神系 足以荡平仙界与龙族 几乎会是碾压的局面 完成制霸宇宙的千秋未叶 我终于知道了 呵呵呵 原来 那神族安排在妖界的奸细 就是这只可怜的蛇妖 黄小龙嘻嘻一笑 话说 你就凭借这神器 便想镇压一切了 妖王魁倒是了 呵呵地笑了起来 黄小龙身边的同伴 也都忍俊不惊 这蛇妖 装逼的样子 还真是严肃得很啊 黄小龙摇了摇头 这是神器 蛇妖立声咆哮 现在 都给本王跪下 扑 咯咯咯咯咯 九公主发出迎铃一般的娇笑声 好啦 好啦 本公主实在是忍不住了 话说 你手里的这玩意儿 所谓的神器 咱们也有啊 七公主补充道 神器麻 对于我们来说 真的普普通通 不算什么啦 闭嘴 你们可真是会信口开河啊 蛇妖不屑得很 当初 神族给他这件神器的时候 已经说过了 凭借神器 可以横扫一个宇宙 只不过 在此之前 这神器是一直封印起来的 最近才解开封印 他也亲自验证过神器的威力 因此 他可不相信 所谓的神器 会是什么烂大街的马路货 嗯 让他见见识面 黄小龙淡笑了一下 第1462张丸死他 如果说 没有去万界战场中历练 没有获得那等逆天的奇遇 说不定 这篡夺妖族王位的蛇妖 会给黄小龙等 制造巨大的麻烦 毕竟 神器的威力 也是莫大的 不过现在麻 就只能说一声呵呵了 死 那蛇妖 倒是抢先动手了 手中的神器短剑 就轻轻一化 卡 一道惊天伟地的光芒 运借着神族特有的能量 只取黄小龙的大好头颅 这一剑展出 蛇妖那邪魅的双瞳之中 闪过一抹酣畅淋漓的快意 他似乎已经看到 黄小龙背着一道代表了神的光芒 直接轰杀成渣的画面 不过 作然 那璀璨的光芒 一下暗淡了 只见 黄小龙伸出了右手的十重二指 将那金黄光芒给夹住了 稳稳当当的夹住了 就好像是夹住了一只苍蝇 什么 蛇妖脸上 那快意绝伦的笑容 漠然地凝固了 僵硬了 就好像是 是佩戴了一张拙劣的小丑面具 他的眉眼之间 满满的都是惊骇与不可思议 占无不胜功无不克的神器 所发出的夺命之光 足以摧毁一颗星球 可如今 却是被黄小龙 轻描淡写地夹住了 整个妖族 原本都是欢乐的海洋 而现在 却是死急死急的一片 咯咯咯 得让你们好好见见世面 九公主嬉笑了一声 一步走出 一挥手 羞羞羞 大量的神器 直接被她抛了出来 刀枪剑挤 盾牌 弓箭 足足十几件神器 悬浮在九公主的头顶上方 微微奇观 要知道 黄小龙在万界战场中成神 大杀四方 几乎所有的神器 都被她席卷一空了 而跟随黄小龙的同伴 自然每人都分润到了不少的神器 是啊 神器 有什么稀罕的 七公主也是抛出大量的神器 围绕着她的身体 不停地旋转 为什么 为什么 神器 不不应该是 不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吗 蛇妖心态彻底崩了 就好像是坐了一趟过山车 她引以为傲的神器 现在看来 真的就是太过寒碜了 嗯 九公主 送这位妖族女王上路 黄小龙也不欲浪费时间了 不 不 你们 你们不能杀我 蛇妖发出歇斯底里的狂笑声 眼泪鼻涕横流 那位大人 赐予我神器的那位大人 在 在我的体内 留下了一道印记 一旦 我死亡 亦或者垂死的状态 那位大人 都会感知到 然后 会直接大摩一过来 你们虽然有神器 可是 你们 你们远远不是那位大人的对手啊 不要自悟 杀我 就等于是自杀 说到后来 那蛇妖 愈发的有恃无恐起来 他并不是在空口说白话 的确 他算是那神族 安插的一个重要棋子 在他体内 也的确有印记 他死 印记破碎 神族将会赶来 文言 黄小龙的眼睛 直接亮了起来 同伴们 心中 也是狂喜不已 那神族会亲自过来 太好了 简直太好了 除了寻找七龙珠之外 黄小龙 还有一个艰巨的任务 便是将当初所遭遇的那尊神族 直接杀死 这样 他们的宇宙 才算是暂时没有后顾之忧 而那神族 游游戏 也不知道隐秘在宇宙哪一个角落 寻找起来 也颇为麻烦 现在 蛇妖的死 能够将神族召唤过来 就等于是替黄小龙省去了许许多多的时间 一劳永一啊 看到黄小龙等迟疑了起来 那蛇妖 总算是松了口气 咯咯咯怎么 终究还是怕了吧 实话告诉你们 你们虽然有神器 但是 在那位大人面前 你们脆弱的就好像瓦片一样 好了 现在 本王就不杀你们了 你们通通跪下 献上神器 臣服本王吧 呵呵 黄小龙咧嘴一笑 旋即 一挥手 他家住的那道金色神光 以更快的速度 朝着蛇妖 反斩而去 扑 蛇妖连横都没横一声 便被拦腰斩断 旋即 整个尸体 被焚成虚无 扎都不剩 卡擦 在蛇妖神魂俱灭的刹那间 他的体内 似乎有什么东西破碎了 然后 一道神光 冲天而起 在虚空中 炸出几个神族文字 定格了几秒钟 这才烟消云散 希望 你 快到碗里来吧 哈哈 哈哈 黄小龙玩味的看了看虚空中 消失的神文 与之同时 整个妖族 都被震折住了 万妖跪地 瑟瑟发抖 心神俱碎 妖王魁 妖王好 你们 收拾局面吧 黄小龙随意的道 小龙兄弟 你们放心 这里交给我们 你呢 去找龙珠吧 妖王魁笑了笑 黄小龙唯唯一名神 神念扫出 很快 他就察觉到了龙珠的气息 不在那昆蓬殿中 又在何处 好的 黄小龙纵身飞起 几乎是顺移一般 闪进了昆蓬殿 同伴们 一些帮助两位妖王 收拾残局 而另一些 则与黄小龙一起 进入昆蓬殿堂 黄小龙在宫殿群中 准确地找到了 大妖王的藏宝库 藏宝库中 点藏了妖族历代的珍宝 以及无数的妖术 秘法 在一个不太起眼的地方 放着一颗龙珠 这是第三颗龙珠 黄小龙心中为喜 一顺手 将龙珠给收了 另外 这藏宝库中 所有的妖族宝物 都被黄小龙搜刮一空 而 蚊子在小也是肉麻 好了 搞定了 现在呢 我们就在妖界盘缓一段时间 等着那神族过来 黄小龙眼中 寒光为闪 老伙计 上次再是天使界 我们一战 两败俱伤 你顿走之后 再无下落 这一次 嘿嘿嘿 咱们的好好战一战 负一级神 抱歉 我现在是两级神 关大一级压死人 看看我怎么镇压你 哈哈哈哈 就在这时 哈哈哈哈 一群蝼蚁 竟然敢杀本座 留在妖界的眼线 找死 彻彻底底的找死 罢了 本座开始清洗 这个宇宙中的细菌吧 就先从 这妖界开始吧 灭亡 妖界 从现在开始 走向灭亡 没有任何悬念 紧接着 便是妖族 仙界 一把号号荡荡 十分的神圣 伟大的声音 当空镇压而来 这声音 简直就是不容任何人忤逆 也不容任何人亵渎 而这声音 黄小龙再熟悉也不过了 不是当初在世天世界中 大战过一场的神族 又是谁 来了 居然真的来了 而且 也来得太快了些吧 直接瞬移过来的 好 好 太好了 非常之好 内夫 他来了 三太子也是舔了舔舌头 好 很好 上次 将我们逼迫到了绝路 生死一线 这次 非得虐死你不可 恐怕 你还不知道 我们 都已经成神了吧 你在我们面前 再也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 哈哈 哈哈哈哈 嗯 等惠尔 玩死他 黄小龙也是玩新大喜 第1463章 我们都是神族 请客之间 整个妖界 便是被一种神圣 不容亵渎的气息 给完全的笼罩住了 这是 神族的气息 妖界 本是阴暗之地 毕竟 中年是被妖气熏染着的 可是现在 随着那神族的降临 妖界的阴暗与邪恶 很快就被净化掉了 而变成了一个近乎于朝圣之地 哒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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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躯空之中 传来一把脚步的声音 这脚步声 让妖界变得死急了起来 似乎 天上地下 弱大无边的一个宇宙 所有的声音都凭空消失了 只剩下 这脚步声 不点很诡异 落足之处 就好像是踩在人的心肩上 所有的妖族 都近乎崩溃掉了 他们都涌起一种清晰的预感 这脚步声 都能将他们屠杀 毁灭 不过 黄小龙与同伴们 倒是不受到什么影响 毕竟 他们也是神族啊 甚至于 黄小龙还是两极神呢 此时 黄小龙与同伴们 都已经将神力 封印得死死的 至少 那尊神族 是完全无法察觉的 美夫 现在 我们直接杀出去吗 龙王三太子 简直就是有些跃跃欲试了 大有一种要抱一见之仇的味道 嗯 出去 和他慢慢玩 黄小龙也是笑了笑 非常灿烂 当下 黄小龙率领着同伴们 从昆衡殿中 飞了出去 妖界巨树之巅 宇宙星河 浩渺 那一头金发 俊伟 体型全然没有瑕疵的神族 悬浮在虚空之中 长发飞眷 眼神邪魅 正是在世天实界中 所遭遇到的那尊神族 差点把黄小龙等寻宝者 直接弄死的家伙 正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不过 此时此刻 黄小龙 以及他的同伴们 只是静静地站在这神族的对面 呵呵又见面了 黄小龙笑嘻嘻地问道 李风采依旧哈 嘿嘿嘿 那神族 显然也是记得黄小龙等人 印象极为的深刻 又是你们 神族怒喝 真是想不到 又是你们这群蝼蚁 正是这批在他看来 极为渺小的生灵 害得他 吃了大亏 身负重伤 落荒而逃 他十分的憋屈 阴郁 怨毒 就好像是 一个坐在金鸾宝殿上的皇帝 被街边上的一群乞丐 直接拉下了宝座 你们这群蝼蚁 低贱地玩一耳 神族冷漠地道 嗯 神族根本不知道 他所面对的 是一群 与他一样的存在 甚至于 超过他的存在 他还被蒙在鼓里 嘿嘿 又来了 和当初一样 优越感十足麻 黄小龙摇头失笑 侃侃而谈 对 在你看来 我们是挺渺小的 当初呢 再是天时界 你一个眼神就能弄死我们 强 太强了 强盗到了凌驾宇宙万界 不过呢 你的伤好了吗 你的伤好了吗 你 黄小龙是故意拿话 去戳这神族的痛处 颇有点伤口上撒言的意思 怒了 神族 直接怒了 被黄小龙击伤 乃是他毕生最大的耻辱 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人 在提及这件事的 更遑论 是当着他的面说 吼 神族 发出了低吼 他的怒戏 竟然直接将附近的空间壁垒 都震出丝丝的碎纹 仿佛 空间都要爆开了 不过很快 这神族的怒戏 便是逐渐地收敛了起来 取而代之的 是一种怜悯 一种俯视 一种击窍 很好 你们都很好 你们这些细菌 神族眼睛眯缝 想必 你们在是天仙帝那家伙的世界中 已经找到答案了吧 关于神族 关于这个宇宙的一切 是的 非常的震撼 黄小龙十分诚恳地点了点头 原来 还有一个神界 既然知道了答案 你们这些渺小的灰尘 细菌 为什么还不知道怕呢 神族冷笑 你们迟早是要被消灭的 不 是很快就会被消灭 本座 会亲自动手的 将你们彻底的覆灭之后 本座也可以回到神界了 在这种肮脏的地方 待了这么多年 也早逆位了 你们这个宇宙 最强的种族 所谓的妖仙龙 很快 就会彻底的烟消云散 而且 本座可以保证 你们这个宇宙 将不会剩下 任何一名活着的生灵 所有的细菌 都要被消灭掉 在这神族的双瞳之中 蒙动着真切的 几乎是要转化为实质的杀器 他是真的动了杀念了 要覆灭这个宇宙的所有生灵 还主神一个 干乾淨净净的宇宙 黑 黄小龙又是一笑 我说 你哪来的这么强大的自信呢 上次再是天使界 咱们好歹也是个两败俱伤吧 哈哈哈哈 你还吹嘘 要毁掉我们这个宇宙 话说 你先过我这关啊 文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笑了 狂笑 大神族 笑得前仰后合 几乎是笑出了眼泪 连内伤都差点笑出来了 黄小龙也是一脸玩味 任由他笑 楼蚁 你 你还真是 真是搞笑啊 好吧 好吧 本座说说吧 神族喘了几口粗气 这才滔滔不绝的道 上次呢 是本座被是天仙帝那聂序 封印了起来 在封印打开之时 恰好遭遇了你们这群垃圾 而你们这群垃圾 尤其是你 说着 神族将怨读仇恨的目光 移向了黄小龙 并将黄小龙锁定住了 的确 你很强 在各种宇宙生灵之中 你算是极强极强的 强大到了 可以伤几本座 只是可惜 现在 你没有机会了 神族嘴角 行着一抹凤刺的笑意 也没有任何的机会 本座在负伤之后 立刻远顿 回到了本座 在这个宇宙之中的老巢 神族一笑 对 本座在你们这个宇宙 也建立起来了一处老巢 在老巢中 有本座的各种宝物 回到老巢之后 本座闭关疗伤 在神体恢复如初之后 本座取了老巢之中 所有的神器 再度出山 这一次 本座杀你 便如碎鸡粉一般 简单 容易 上次 本座刚刚解脱封印 状态并不算好 而且 手中没有神器 才被你们羞辱 这一次 你们没有机会了 本座 已经准备好了 要打开杀戒了 哦 明白了 黄小龙和同伴们 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 原来啊 这神族在受伤后 逃回来自己的巢穴 然后将自己所有的神器 都带过来了 不过 从以上种种来看 这神族似乎还不太清楚 此前在龙界与仙界 发生的事情 或许 他还不知道 最封先帝 已经开启了万界战场 也不知道 黄小龙等人 已经在万界战场中 赚了个盆满钵满了 他还特麻一无所知 真是可怜 真是太漏了 他还幼稚地认为 自己拿出老巢中的一些神器 就能玩虐黄小龙 并毁灭这个宇宙的所有生灵 哎 黄小龙摇了摇头 旋即 耸肩道 算了 不完了 我们也让这可怜的家伙 知道真相吧 说完 黄小龙略微地松开 体内的封印 一丝丝纯粹的神力 绽放了出来 与之同时 同伴们 也都各自地放出神力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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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光冲天 一道道神光 从黄小龙 以及同伴们的头顶上方 冲了出来 扶摇直上九万里 什么 刹那间 那神族脸上的表情 便是僵硬万分 眼珠子瞪大到了极点 他的表情 就好像是突然间到了永远都不可能想象得到的事情 比你们你们 神族像是老年痴呆一般 而抱歉 我们呢 都是神族 黄小龙笑得比春花还灿烂 和你一样 第1464章召唤援军 黄小龙和同伴们 尽数都是绽放出神力 全身上下 金碧辉煌 如今 站在这神族面前的 便不再是一群被踏实之为低级的宇宙种族 土鸡娃狗 而是 一大群同类 特别是黄小龙 他拥有两级神的威压与实力 此时 细细直接震着那神族 将那级别生生矮了一级的神族 震得几乎是快要窒息了 而此刻 这神族内心掀起的波澜 简直就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了 为什么 为什么会如此 这些家伙 为什么 为什么会 会 都是神族 不可能的啊 他们明明就是闯入是天仙帝那家伙的宝库中 为了一些垃圾玩意而 舍命探索的蝼蚁啊 这 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神族 都快成傻子了 呵呵 你从老巢中 拿来了多少神器 都取出来吧 看看 能不能把我们杀死 黄小龙发出玩味的笑声 狗砸碎 当初 再是天使界 差点就被你给轻易地秒杀了 你也没有想到吧 时过境迁 我们不再怕你 龙族三太子 这时也是猙獰得很 阴谋 你们不是神族 而你们 你们 这些都是阴谋 那神族 瑟瑟发抖了起来 随之也爆发出歇斯底里的尖叫声 哈哈哈哈 废话少说 跪下 黄小龙一声怒吼 两极神的威压 滚滚散散地释放了出去 观大一极压死人 那神族 根本就是承受不住啊 他的本意 是绝不会下跪的 可是 身体 确实非常的诚实 卡擦卡擦 卡擦 双膝 迸发出令人心颤的摩擦声音 向下弯曲 而整个身子 也是朝着黄小龙方向 前倾 欲要跪下去 不 不 我不能跪你 你根本不是神族 你们都不是神族 你们是冒充的 你们都是假的 你们非常的低贱 神族发出撕心裂肺的惨豪声 他的任何手段 神器 都已经无法使用了 因为 在境界上 他被黄小龙死死压住了 不仅如此 黄小龙这么多同伴 级别都与这神族伯仲之间 大家的气息放出来 一起压制 使得 这神族丝毫动弹不得 就好像是 一个成年人 带着一大群小孩 一起联手 压制一个落单的小孩 终于 那神族 在黄小龙的面前 双膝下跪 低下了他那高贵的 不可一世的头颅 跪了 呼 万见先帝 十分的唏嘘 在当初 我们面对这家伙的时候 根本就是蚂蚁式的 一丁点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他一个念头 就足以抹杀我们一千次 一万次 而如今 他却跪了 哈哈哈哈 世事变幻 也太快了 太快了 哈哈哈哈 爽 黄小龙和同伴们 都感觉到了十分爽快 说 你们 你们究竟是 是怎么变成 变成神族的 那神族还在嚎叫 你不觉得 你的话太多了吗 现在 你只不过是接下球 你还敢刮躁 黄小龙面色一寒 一巴掌抽了出去 他 那神族的右边脸颊 被黄小龙抽了葛正着 抽巴掌的声音 简直就是震耳欲聋 在他的脸上 留下了一个烟红的巴掌印记 不 你们不能羞辱我 我是神族啊 神族几乎都快要将自己的牙齿给咬碎掉了 好了 现在你来回答问题 我问 你答 如果你想活命 那么 我奉劝你最好合作 如果你还一味地装逼 我就只好亲手解决掉你了 呵呵 神族 我还没有杀过 黄小龙笑了笑 就想 那神族眼神之中 满是愿毒 你在寻找龙珠 对吧 你找到了几颗龙珠 黄小龙问道 我不会告诉你的 白痴 不过 你们听着 神族咬牙切齿 我可以随时召唤我的同伴 打通壁垒 降临到这个宇宙 你们只有死路一条 出化间 这神族 似乎也是变得有恃无恐了起来 在相邻的许多宇宙 都有我们神族的存在在清理各个宇宙之中的细菌 虽然 平时 我们互不干涉 但是 只要我发出讯号 他们 就能降临 怎么样 怕了吗 好了 不要再装枪做事了 你们应该不是真正的神族 但生命的结构 已经接近神族 这样 你们现在臣服我 我可以带你们 一起去神界 从此之后 你们就做我的奴隶 我可以关照你们 死到临头 这神族 依旧是如此的嚣张跋扈 黄小龙心中帷幕 反手 又是一巴掌 啪 这一巴掌 着实打得不轻 直接将这神族 另外一边的脸颊抽中了 甚至于 连他的牙齿都打掉了一些 吼 这神族 发出了野兽一般的低吼声 看着黄小龙的眼神 就好像是索命的厉鬼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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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定了 你真的死定了 你们这个宇宙的所有生灵 都死定了 好吧 不相信我 不相信我 现在 我打通壁垒 召唤 同伴 你们 这神族说话 十分的决绝 根本没有回旋于地 黄小龙也无奈了 看来 从这个神族口中 是无法套问出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还不如 趁着他召唤所谓的同伴 先下手为强 将情虐杀了再说 杀机一动 黄小龙便付诸实践 当即 一拳轰杀而去 拳头 迅速地转化为了金色 金光堪比太阳 两极神的力量 尽数地抱拥 没有丝毫地保留 你们不得好死 神族咬牙嘶吼一声 头顶上方 直接爆出一道神光 黄小龙的另一只手 要去拿捏这道神光 但却是无法掌握 砰 一拳 将那神族的心脏打穿 拳头直接撕裂了他的神体 扑 神族吐出一大口金色的 圣洁的神血 他那璀璨的眼神 一下子就暗淡了下来 瞬间便是没有了光泽 不过 在他生命消失的一刹那 他的嘴角 也是扯出一抹鞋 浓浓的鬼笑 你们活不了多久的 你们会被神族讨伐的 你们这群 这群砸碎 神族的尸体 软答答地倒下了 与之同时 他在冰死时 爆发出去的那一道神光 直接将这个宇宙的空间壁垒 捅破了一个大窟窿 形成了一个虫洞 并且 有密密麻麻的神族文字 被卷入虫洞 飘逝到了远方 美夫 这家伙终究还是传递出去了信息 三太子神色略为有些凝重 唉 看来 我们这个宇宙 再也难以安生了 万见先帝等 也是摇头 怕什么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罢了 黄小龙直接将神族的尸体 扔进地府之中 走 我们先返回仙界 有了这个虫洞 随后 就不知道有多少的神族 会来到黄小龙这个宇宙 第1465章搜魂 黄小龙将那神族的尸体 真而重之地收好了 而 这是黄小龙第一次屠杀神族这种存在 也是第一次得到 所谓神族的尸体 那么 黄小龙也是准备好好研究一番的 通过这具尸体 说不定 能够了解到 这样的一个种族 究竟隐藏了什么秘密 当下 刘妖王魁与妖王吼在妖界 稳定局面 黄小龙带着其他同伴 回到了仙界 此时 大龙王 古荒等人 依旧是在闭关 炼化神族能量 力求成神 所有的一切 都正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我准备去地府研究那神族尸体 你们便镇守此界 一旦发生意外情况 便可燃烧这张福传 那样 我便能在第一时间出来 掌控全局 黄小龙将一张福传 交给三太子等 当下 黄小龙独自进入地府 地府中 神光熠熠 由于 诸多的老婆 还有亲朋好友 都已经成神 被他们的气息一熏染 整个地府 居然就有些神圣 堂皇的味道了 就好像 这里不是地狱 而是天堂 小龙 老婆们 立马过来 将黄小龙重心拱月般地簇拥起来 成神之后的他们 他们的气质 也变得更加的尊贵 脚脚不群 凛然不可侵犯 巨人于千里之外 当然了 这种巨人于千里之外 主要还是针对的其他生灵 在黄小龙面前 老婆们依旧是那么的温柔浅犬 那么的似水柔情 那么的千一百顺 黄小龙将地府的时间调整 在地府中 度过漫长的岁月 也只是相当于外面时间的极短时间 因此 在地府中 黄小龙便更有足够的时间去研究了 与老婆们缠绵了一小段时间 黄小龙便是将自己封闭了起来 独自在一尖崩殿中 玉石台子上面 放着那一具神族的尸体 依旧是那么的俊美 那么的完美无瑕 只不过 身体被黄小龙一拳打穿了 尸体的头部五官 极为的扭曲 争鸣 还未闭眼 可以说是死不瞑目了 眼睛里面 依旧残存着临死之前的惊骇 难以置信 以及仇恨 怨毒 不知道神族 这样一个特殊的种族 存在着怎样的秘密呢 黄小龙徐徐地展开神念 一寸一寸地渗入到这神族的尸体之中 他必须要偶心力写地研究神族 因为 在日后 黄小龙将要面对的敌人 便是神族 如今 黄小龙自己也算是一个神族的 但与真正的神族 也还是有差别的 再说了 论等级 黄小龙只是两极神 上面还有三极神 一直到九极神 更有下位神 中位神 上位神 以及 黄小龙将要去刺杀的主神 想想 就是头大啊 神念 渗入到了神族尸体的每一个毛孔之中 嗯 这神族的尸体之中 不 准确地讲 是神族的神体之中 的确是蕴含了一方天地啊 黄小龙首先发现 神族的体内 有一种非常浩渺 宏大的味道 也就是说 神族的体内呢 是自成空间的 举个例子 一个神族的体内 并没有什么五脏六腑 什么经脉血管 什么骨骼啥的 而是 宇宙 星辰 银河 神族的身体构造 可真是不简单 虽然 我与之神族 乃是敌对的关系 但是呢 不得不承认 这样一个种族 是有资格 凌驾宇宙万族的 我们与神族相比 就好像 额 低纬度生命 与高纬度生命的区别 黄小龙完全地进入了一种苦心钻研的状态 神族的身体构造 内部核心 乃是宇宙的形态 这一点 就与黄小龙这种 靠汲取神力成神的 有很大区别了 比如黄小龙 以及他的同伴们 现在身体内部的状况 依旧是血脉经络内脏 严格意义上讲 称不上神族 继续研究 因为体内 是宇宙形态 空间若大 因此呢 便可以除放大量的物品 就这尊神族的尸体内部 便是漂浮着一些神器 以及一些丹药 姑且称之为神丹 黄小龙心念一动 用意是 您画为首 将尸体内除放的神器 神丹 统统取出 接下来 黄小龙便是发现 在这尸体的内部 还有不少的神族文字 这些神族文字 在阐述着一些奥妙 我知道了 黄小龙的眼睛 骤然大量 神族身体的内部 之所以是宇宙的形态 是基于 这些神族文字的 一个个神族文字 组合起来 就形成了 类似于符传一样的东西 而一张张类似于符传的东西 布置成为了一个个 类似于阵法的东西 再由一个个阵法 最终 形成了宇宙一样的生命形态 黄小龙的悟性 也是超强的 在研究了一番之后 黄小龙便是悟出真谛了 嗯 神文成符 符成阵 一个个大阵勾结 形成奇特的神体 倘若我可以理解明白 这些神族文字 那么我就 嗯 黄小龙的内心 完全的狂热了起来 读懂神族文字 可以让黄小龙的研究 一日千里 但是 玄奥晦涩的神族文字 黄小龙一个也不认识 神族文字 已经超出黄小龙的知识范畴了 妈蛋 不懂神族文字 那中卫神允 还让我混入神界 这 这你妈 他太特麻异想天开了吧 黄小龙无语 至少来说 能让人能读懂神族文字吧 否则 混入神族 也是文盲啊 由于 不懂得神族文字 这也导致 黄小龙的研究 陷入了一个巨大的瓶颈 哪怕黄小龙才智高绝 悟性逆天 也是毫无作为 甚至可以说 如果黄小龙不弄懂神族文字的话 那么他的研究可以就此终止了 妈的 神族文字 我应该怎样去学习呢 等纳允来找我 然后 我再向他请教 黄小龙有些无语 他心仰难挠 似乎已经等不及了 想要立刻针对这具尸体 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 再说了 黄小龙也并不彻底的信任 那得允于虎毛皮罢了 等等从这尸体中 我能否掌握神文呢 黄小龙脑中 忽然闪过一道灵光 就好像是隐隐约约 把握住了一些东西 倘若是一个人 在死亡之后 三魂六魄就会离体 灵魂脱离皮囊 变成鬼 而搜索鬼的记忆 是可以掌握鬼生前的诸多事情 黄小龙眼中金芒闪烁 这神族死后 我一直存放在地府之中 倘若他也有灵魂 那么我用搜魂 便可以搜集到 他灵魂之中的一些残片 了解到他的记忆 那么有可能 便能如愿以偿 掌握神文的奥秘 信念至此 黄小龙的眼睛 完全地亮了 一翼生辉 下一秒 搜魂 黄小龙一挥手 右手变得如漆黑如鬼爪 在那神族的尸体上方 直接抓射 他要将神族残存的气息 尽数都搜集起来 如果 这神族在死亡之后 有残念 残魂 那么 也会被黄小龙抓住 黄小龙的老本行 便是抓鬼 如果是人死 那黄小龙对于各种灵魂的研究 那是非常精深的 但是神族死亡 会留下什么 会不会成鬼 这些 黄小龙一无所知 说白了 就是讲 他并没有感知神族鬼魂的能力 当然 前提是神族生死到消后 有着亡魂的存在 而这时 他就不惜一试了 搜魂 轰 一些无形的念头 游离在神族尸体附近的念头 竟然是被黄小龙抓住了 果然有 黄小龙脱口而出 第1466章转大了 黄小龙用搜魂之术一抓 果然是抓到不少的 残魂 这神族生死到消之后 留下的残魂 当下 黄小龙念诵咒语 让得 这些残碎的魂念 都凝实了起来 0 黄小龙嘀吼一声 无数的碎片 强行的柔和成为了一个球体 一个金色的球 大约便是有着一个足球般的大小 球体 悬浮在了黄小龙的面前 而在这个球体里面 就好像是放电影一样 走马观花似的 在播放着许多的画面 一阵一阵画面 在这些画面中 记录了那神族的一生 六年诞生在神界一个普通的家庭 然后成年之后 被派遣下来 到黄小龙所在的宇宙 执行任务 也就是消灭黄小龙 这个宇宙中的所有生灵 然后是与世天仙帝 古荒等的交际 可以说 这神族的一生 并不算十分精彩 也不算复杂 黄小龙自然不可能去吞噬 他所有的记忆 而是用符传 将属于神族文字的一小部分记忆 给小心翼翼的剥离了出来 对于黄小龙这种因天子来讲 要从凡所复杂的一大段记忆中 剥离出来自己所需要的一小部分 并不难 纵然是属于神族的记忆 黄小龙只要多付出一些苦心 也还是可以获得的 大功告成 眼前便是悬浮着一个乒乓球 大小的物体 那里面蕴含的便是神族的文字 不呵呵呵 还是让我得到神族文字这方面的知识了 哈哈哈哈 黄小龙也是有着几分得意 这一道难关 也算是让他给攻破了 当下 黄小龙直接催动神念 强大的神念 就好像是八爪鱼一样 将那的运有神族文字知识的乒乓球给包裹住了 然后 一点一点的吞噬 神族文字知识 如涓涓细流一般 开始融入到了黄小龙的思想 灵魂之中 根本不需要学习 就好像是打印机打印出文件一般 随着吸收这乒乓球里的知识 黄小龙简直就是无师自通 他开始掌握了神族文字 到后来 这种文字 就像是他的母语一般 非常的纯熟 与生俱来 不多时 那的乒乓球里的知识 便是被黄小龙完全的吸收干净了 呵 掌握神族语言了 黄小龙一得志满 然后一挥手 正准备将神族留下的其他记忆给打碎掉 毕竟 是神族的记忆 神族的情感 神族是高纬度生命 贸然地去吸收他们一生的喜怒哀乐 得不偿失 有可能造成自己的精神崩溃 不过 忽然 又是一道灵光 闪入黄小龙的脑子里 等等 黄小龙心念微微移动 一伸手 掌心出现一碗水 孟婆汤 所谓的孟婆汤 是阴魂在投胎之前必须要喝的 喝了孟婆汤 一生记忆 功德业力 恩怨 全部都被抹去了 阴魂 也变成了最为纯粹的阴魂 干净得很 黄小龙 黄小龙直接用孟婆汤 铺在了神族的这一团残魂上 铺 残魂中的记忆 画面 全部都蒸发掉了 让得 这一团残魂 也变得晶莹剔透 竟无暇会 纯粹的能量 哈哈哈哈 黄小龙不再犹豫 直接用神念 将这一团被孟婆汤洗过的魂 汲取了 自补 吃什么补什么 在汲取干净之后 黄小龙打了一个宝格 爽 太爽了 果然不愧为神族的残魂 吞吃之后 黄小龙的神念 有了一个值得突破 太爽了 如果能够猎杀更多的神族 将他们的魂剥离出来 用孟婆汤一洗 吃起来真是美滋滋 对于我自己的神念 灵魂之力 简直就是破天的大步啊 黄小龙终于找到了一条 提升自己的捷径 对于杀神族啥的 黄小龙没什么心理压力 他隐隐约约有一种预感 迟早会与神族展开大战的 这些念头 暂且不提 现在掌握了神文 黄小龙更加专注地致力于 研究这一具神族的尸体了 神念 再度渗入尸体的内部 开始解读一个个神族文字 这次能看懂了 研究起来 势如破竹 果然 这些神族 是在自己的体内 不止出来了福传 然后福传成为阵法 嗯嗯嗯 就是这样 黄小龙轻而易举便破解了 不过呢 从福传本身的技术含量来讲 倒也不是那么的厉害 黄小龙开始品头论足起来 因为 黄小龙对于画幅啥的 太有研究了 研究得太深入了 所以说 他是以专业的角度去看 得到的结论便是 从这尸体内部的福与阵来讲 客观评价 神族画幅与布阵的技术 不太行 当然了 这个不太行只是和黄小龙这种一天的行家相比 就在这时 等等 既然我掌握了神族文字 而且 画幅和阵法 又是我的老本行 那么 黄小龙心念电传 嗯 我用神文 结合自己画幅的知识与造诣 制作出一批符传来看看 这完全就是一时灵感 不过 黄小龙是个勇于尝试的人 说干就干 当下 取出一张品质极高的空白符纸 用神文 在符纸上画符 所画的 也是一种比较基础的符传了 雷符一气呵成 符成 这张雷符画好之后 符纸之上 竟是神光闪烁 今夕一片 这张符 并不是用法力画成的 而是通过神文 用黄小龙体内的神力画成的 哈哈哈哈 成了 黄小龙大笑不已 当下 直接跑了出去 我倒要试试 这张符的威力 究竟如何 当下 黄小龙选择了地府之中 一片荒芜的大山 地府在炼化了地狱星球之后 面积广袤 无边 是另一个未念 另一个世界 这一片大山 连绵起伏十万里 高也是有万丈 黄小龙二话不说 直接撕了符传 下一刻 轰 金色的神雷 直接炸了出来 形成一道金色的冲击波 也就是眨眼间 并将那一片绵绵无尽的荒山 炸成了鸡粉 以为了平地 这恐怖的爆炸 连地府都摇晃起来 就连爆炸所产生的漁波 威力都是极大 如果不是黄小龙本人在此 阻止了鱼波的蔓延 恐怖 会在地府之中产生不可估量的破坏 太厉害了 哈哈哈哈 这只是一张最最最普通的雷符啊 黄小龙终是忍不住 狂笑了起来 仅仅只是一张低级的符转 所爆发出来的威力 简直就可以毁灭一颗巨大的星球 哈哈哈哈 我转了 我转大了 用神文 神力 结合我符转正法方面的知识 可以画出威力恐怖至极的符 我精通几万几十万种符转的画法 几万几十万正法 我 我 哈哈哈哈 我特麻转大了 哈哈哈哈 黄小龙知道 自己已经打通了一条 非常非常光明道路 以此画符传 恐怕 在整个神界 所有的神族之中 都找不出来一个 黄小龙 独一无二 对于前路 对于未来 黄小龙的信心 也是更加的足了 第1467章神族大军到来 如今 黄小龙是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了 那便是用神文与神力画符 当然 制作正法也可以 用神力画出来的符 便为神符 用神力布置出来的阵法 便为神阵 无论是神符还是神阵 都有着轰塌宇宙的恐怖威能 如今 黄小龙非常的自信 随意的画一张神符 群杀类型的神符 便可以在动念之间 杀死诸多的低级神 不说别的 至少 一级神与两级神 那是随意的杀 也就是说 黄小龙虽然只不过是两级神 但却是拥有了超过这境界的恐怖杀伤力 这种战斗力 哪怕是放在神界 也是葛亦促 这都是拜他满腹精伦的画符布阵之学所赐 呵呵 恐怕 那中未神允 亦是想不到吧 哈哈哈哈 黄小龙不无得意 当下 黄小龙便是撸起袖子加油杆 画出了大量的 不计其数的神符 不过 黄小龙乃是集收神族能量成神 因此 在画符的时候 消耗的神力 弥补起来 极为的缓慢 艰难 每次消耗过大 黄小龙都会去汲取一些神族能量 亦护着神器中蕴含的能量 这才可以得到补充 嗯 我还不是真正的神族 不能从冥冥之中的神界 自动汲取神力 黄小龙前心思索了起来 这样就好像是无根之水啊 如果身边的神族能量 全部消耗殆尽 便是麻烦事 不过 这难不倒黄小龙 他按照那神族尸体中 布置出来的阵法 在自己体内鼓道 用神念 书写神文 神文在成符传 一个个符传 开始布置出阵 一个个阵 再勾结为大型阵法 黄小龙这是在改造自己的身体 将自己的身体 彻彻底底地改造成真正的神族 终于 在经过半个月的改造之后 黄小龙的体内 五脏六腑 经脉血管 竞数都是转化成为了 烟波浩秒的宇宙形态 就等于是说 黄小龙的身体 俨然已经是一个无尽深渊的宇宙 与之同时 黄小龙能够清楚地感应到 自己与另一个卫面 产生了联系 一种骨肉相连的感觉 而黄小龙的身体 每分每秒 都可以从这个卫面之中 汲取到力量 滋养壮大自己的身躯 这个卫面 毫无疑问 便是神界 汲取过来的能量 便是神力 如此一来 黄小龙哪怕根本不修炼 只靠汲取神力 总有一天 便都可以晋升为三级神 当然 这个过程 会非常非常非常的缓慢 不过无妨 现在画幅不振 消耗的神力 恢复起来 便是极快 在画幅的同时 黄小龙也是将这个宇宙 成神的生灵 其身体内部 通通进行了改造 一个个的 都改造成为了真正的神族 可以窃取神界能量 不 严格意义上讲 这并不是窃取 而是堂堂正正 光明正大的享用 古荒与大龙 龙武等 亦是成神 这一日 黄小龙离开地府 先借 恭迎主人出关 成神之后 并且身体经过改造的古荒 以及大龙王 最封先帝等 尽数都是朝着黄小龙行礼 恭敬得简直不成样子 那神族开辟出来的虫洞 没有什么异状吧 黄小龙随意问道 内夫 一切都安好 不过 那虫洞的另一侧 隐隐约约 有莫大的威压 传递过来 似乎是一种预兆 龙王三太子促眉道 嗯 一种大战将至的预兆吧 黄小龙并不感觉到意外 既然 那神族在临死之时 已经传递出去了讯息 召唤其他神族来讨伐这个宇宙 那么 战时便是无可避免 与神族战 呵呵 真是想想就刺激 黄小龙眼中 竟也闪烁出来了一丝丝亢奋的战役 他并不确战 贤婿 神族之士 三人 七人 九人 已经如数地告诉了我 真是 大龙王略为有些不安地摇了摇头 想不到 我们这些宇宙生灵 竟是神族的死敌 当然 我们还不配成为神族的敌人 我们只是单方面被碾压与消灭的对象罢了 父王 你何必如此自轻自荐呢 七公主小嘴一变 有小龙在 我们不怕 而且 我们龙族 与神族也有一些关联 我们的祖先 乃是神族的坐骑 嗯 我们龙族也是高贵的 却沦为神族坐骑 这真是一种羞辱 或许 在神界的祖龙 也不甘于此吧 我们龙族 受到神族的压迫很深啊 战事无可避免的 龙母也是神色紧绷 贤婿 如今我们都成神了 但按照神族的境界来讲 只是极为低级的存在 倘若 有高级神来讨伐 那你们有各种担忧 实属正常 黄小龙淡然一笑 神族即将大兵压境 我们也得妥善地安排一番 当下 黄小龙召集宇宙各路强者 一同聚集在仙界 镇守妖界的妖王魁与妖王后 以及龙界中的许多巨龙 都抵达仙界 首先是战前动员 事实上 也根本也不需要动员 事关生死 屈服也不能够囚存 难不成在神族的隐威下自杀 蝼蚁尚且苟活呢 想要活下去 唯有战斗 反抗神族 绝没有第二种可能 黄小龙将自己在地府中 画好的部分神符 分发给同伴们 随后 便是以仙界为中心 开始布阵 阵法 大多都是从事天先帝那里 学习到的 本是仙阵 这些仙阵 屠杀仙人龙族大妖 都不成问题 但是要诸神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黄小龙早就将仙阵改为神阵 对于神族 是有巨大威胁的 接下来的日子 黄小龙便在成神那些同伴们的协助之下 以仙界为中心 布下大量的神阵 这些神阵 都隐匿在宇宙虚空之中 被黄小龙的符传遮蔽了起来 极不容易被察觉 一旦厮杀 黄小龙心念一动 便可开启神阵 终于 轰 轰 轰 在那神族临死前 开辟出来的虫洞中 爆发出来了一缕缕神光 金黄色的神光 从虫洞的另一端 照耀了过来 神光所过之处 这宇宙的空间壁垒 都在剥落 似乎 神光一照 这个宇宙的空间壁垒 就像脆弱的玻璃一般裂开了 最终爆炸 形成一个个的可怕黑洞 莫大的威压 随之而来 在这等威压的笼罩之下 这个宇宙的无数星球 无数的生灵 都开始瑟瑟发抖起来 就好像 这个宇宙已经非常的不稳固 随时有可能崩溃 塌陷似的 黄小龙 率领同伴们 悬浮在仙界那仙宫之巅 目光与神念 都是锁定了那个虫洞 小龙兄弟 敌人来了 神族大军来了 万见先帝身体发颤 不过 眼中也是略过一模狠义 战吧 无论敌人是什么 要侵略我们的宇宙 就要付出代价 死 下一秒 搜 搜 搜 即到金光闪出 在金光中 走出几尊体型完美无缺 满头金发的男子 是神族 接下来 更多的神族 有男有女 若亦不觉地 从虫洞中走出 强大的傲气与杀意 在他们踏入这个宇宙的那一刻起 便爆发了出来 呵呵呵 欢迎来到我们的宇宙 杂碎们 黄小龙眼睛眯缝 瞳孔之中 却是闪出一丝丝善人之意 第一千四百六十八张同类 眨眼间 便是一尊一尊的神族 踏入了这个宇宙 黄小龙率领同伴们 凌厉在仙界之巅 与之对质 嗯 这次过来侵犯的神族 有一级神 两级神 嗯 还有一些等级更高的 三级神 甚至于 四级神 黄小龙神念飞快地运转了起来 不断地评估着敌人的级别 幸好 这次过来的神族 还是以一级神居多 连两级神都先有 至于更高级别的 就只有灵星几尊了 站在黄小龙身旁的同伴们 压力也是有 但不至于崩溃 毕竟 同伴们也都是神族了 而且体内也都被黄小龙开辟出来了宇宙 可对面这群神族 毫无二致 至于说 其他的宇宙生灵 那可就是岌岌可危了 这么多神族降临过来 那等威压 稍微一扩散 一般的宇宙生灵 哪怕是仙界的仙人 都产生了一种 马上就要魂飞魄散的感觉 黄小龙也是反应极快 在这些神族侵略者现身之时 便已经仙界龙界妖界 一股脑儿的尽数 收入了地府之中 这样的举动 让得这些神族 都意识到 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个少年 便是这个宇宙的领袖 一道道神念 隔空将黄小龙锁定住了 黄小龙埋在宇宙中的各种神阵 以及体内脏的各种神符 不断地化解着灵体的威压 终于 在那个虫洞之中 不再有神族涌来 黄小龙蹴了蹴 一共降临了九十九尊神族 可以说是阵容极其庞大了 这等阵容 足以在动念之间 将这个宇宙 毁灭一亿次 十亿次 不 想不到 这个宇宙的生灵 居然谋杀了一尊神族 领头的一位神族 穿着一件金色的披风 是那样冒进到妖孽的少年模样 金色的瞳孔中 闪烁出来了源于 骨血之中的傲慢与不屑 真是没用的家伙呢 居然无法完成任务 反而被这个宇宙的渺小生灵 给逆袭杀死了 丢人 我们神族历史上 好像 没有出现过这种事情吧 另一名神族 气息也很强大 是个女人 太美了 那种美 用诸如倾国倾城 风华绝代 都不足以形容万分之一 那是一种完全没有瑕疵 没有缺陷的美 比如 黄小龙的老婆 每一位老婆 都是美丽与气质并存 但是与这神族的女人相比 的确 明显就是有弱点 有缺憾的 不过呢 这种美 令人产生恐惧 因为是不真实的美 时间的美 还是应该有瑕疵 才显得真实 入目三分吧 物极必反 彻底的完美 有时候就是一种丑陋 呵呵呵 临死前的召唤 将我们这些 在附近宇宙 执行毁灭任务的神族 尽数都是召唤了过来 领头的神族 信念地看着黄小龙 以及 他身旁的同伴 嗯 你们这个宇宙 还算是可以 至少 谋杀了一位神族 那么 现在 你们便描述一下 是如何杀死我们 那个丢脸的同伴 说吧 说出来 我们很感兴趣 他的语气 比命令更加的残酷 就好像是一种 高高在上的生灵 在对一些 蝼蚁与灰尘发话 呃 黄小龙愣了一下 玄机哑然失笑 很好奇对吧 那么 如果我告诉了你们 你们会如此处置 我们这宇宙呢 嗯 那神族的首领 微微一笑 你告诉我们之后呢 我们就会动手 将这个宇宙任何 活着的生灵 通通的抹杀 这是任务 你们这些卑微的家伙 存在于宇宙中 是一种罪孽 要清洗罪孽 唯一的方法 就是让你们 毁灭 不要怨恨 也不要心存侥幸 这是你们的宿命 这个神族首领 将杀戮与毁灭 说得非常的平淡 非常的大意凛然 似乎完全站在了 正义的一方 这种说法 让得黄小龙 与同伴们 都是恨意滔天 嗯 说吧 说出来 我们可以恩赐 所谓的恩赐 就是用神力 瞬间将你们 这个宇宙的生灵 全部抹杀 这样 你们不会有痛苦 神族首领 咧嘴一笑 他笑得很残忍 如果你们还在坚持什么 或者说 太过无礼 那么你们就会死得比较痛苦了 威胁 黄小龙身边的同伴们 此时 也都是显现出来了的杀机 哪怕敌人强凶霸道 也要反抗 大家都是神族之体 其实都处于一个层面 只是级别有高低 不至于连反抗的念头都没有 黄小龙灵魂传音 告诉大家 不要紧张 一切 他自由主张 同伴们 自然是为黄小龙马首是瞻了 好吧 我来说 黄小龙似笑非笑 眼神之中 有着讽刺的意味 那些神族 自然不宜有他 他们都认为 黄小龙已经屈服了 在神族面前 尤其是在近百尊神族面前 任何宇宙 任何种族 任何生灵 都是垃圾 绝对的垃圾 之所以能够杀那的神族呢 是因为我们有 说话间 黄小龙一挥手 搜 搜 搜 密密麻麻的神器 被黄小龙放了出来 嗯 那些神族 面部的表情 都是唯唯一变 甚至于 连那神族首领 瞳孔都忍不住 收缩了几下 神器 这么多神器 你们 你们这些 蝼蚁 怎么会有这么多神器 而接下来 让这些神族 大叠眼镜的事情 发生了 在黄小龙的示意下 同伴们 尽数都是将自己的神器 放了出来 要知道 黄小龙和同伴们 几乎是将万界战场中 所有的神器 都洗劫一空了 因此 他们手头上的神器 数量还是比较庞大的 不多时 密密麻麻 五花八门的神器 便是悬浮在了 黄小龙与同伴们的 头顶上方 金光闪耀 美轮美奂 一种神圣的气氛 立刻蔓延开来 将这个宇宙 都完全地渲染了 神器 那些神族 一个葛的 眼神之中 都浮现出来了贪婪之意 毕竟 兴杀而来的这些神族 大多数都是一级神 而数量如此庞大的神器 自然惹得那些一级神 眼红心跳 不要说一级神 与两级神了 哪怕是那神族首领 现在都有些贪念炙热了 不 原来 原来是用神器 这些神器 你们哪儿得到的 那神族首领 慕吃到 玄机眉头一皱 难不成 是有高级神 曾经来到这个宇宙 将自己的宝藏 留在此处 被你们这些蝼蚁发现了 那神族女人 立刻点头 肯定是了 这些低贱的生灵 居然能够发现高级神留下的神器 不过 神器在他们手中 可真是抱舔天物了 大约 你们认为 依靠这些神器 便可抵挡我们 真是 有些可笑呢 那神族首领 冷冽一笑 垃圾 哪怕是拿着最强大的神器 终究 也还是垃圾 是吗 黄小龙眼中 略过一抹狠意 下一秒 轰 黄小龙将屏蔽起来的神之戏袭 完全地爆发了出来 一圈圈神圣的光芒 萦绕着黄小龙 将其衬托得凛然不可侵犯 神族 黄小龙身后的同伴们 也一个个地爆发出来了神力 刻然 这群新来的神族 猛然发现 他们面对的 并不是一群普通的 蝼蚁般的宇宙生灵 而是 他们的 同类 嗯 这 这个 这 那神族首领 脑子彻底地乱了 风中凌乱 第1469章全部歼灭 如果说 当初黄小龙与同伴们 在万界战场中 炼化了神力 称神 只是形似的话 那么现在 在体内用神文布置阵法 将身体结构化为 洪荒宇宙 就完成了行神兼备 说穿了 黄小龙等人 现在就是实打实的神族 当然 除了他们的灵魂与心 是与神族敌对的 你们居然也是神族 那九十九尊神族中 级别最高的首领 眼中的杀意与英质 渐渐地淡了 取而代之的 是一种松懈 很显然 他 以及身后的神族 已经把黄小龙等 视为同类 也对 在他们看来 神族是凌驾宇宙的天骄 是独一无二的种族 而且至高无上 其他的种族 是断然无法模仿神族的 于是 九十九尊神族 都放松了下来 搞什么鬼 那神族首领 嘟嘟囊囊的道 你们怎么都来这个宇宙了 还发生了内讧吗 黄小龙似笑飞笑 罢了 既然是内讧 那也就无访了 但你们善杀同族 也是大罪 那首领拿枪捏掉的道 你们是哪一位大人的属下 哪一位大人 黄小龙一致 旋即便是摇了摇头 哦 你们上面没有任何大人 那首领眼珠子转了几下 一丝丝脚快之意掠过 旋即便是干咳了几声 板着脸道 嗯 上面没人 那可是大计 不如这样吧 你们都归顺我 做我的手下 哼 我身为四级神 做你们的老大 你们也不吃亏 再说了 我背后 可是有一尊九级神在撑腰的 好嘛 这家伙居然想收编黄小龙 与之同时 黄小龙已经在和同伴们灵魂传音了 这些神族 一个都不能留下 统统都必须杀死 而且 不能够让他们 再度传递出去任何的信息 动作要快 听我号令 用我给你们的符传 杀敌 全肩 黄小龙的杀鸡 早就萌动 不但要杀 而且要做得干钱净净 只要铲除了这批神族 那么 暂时就不会再有神族的人马 前来这个宇宙捣乱了 这个黄小龙故作犹豫 暗暗的 已经准备好了一大堆符传 什么定身符 雷集符 火符 灭魂符 各种的符传 竞数都是用神文写出来的 蕴含恐怖威力 同伴们 也是在紧张与亢奋之中 悄悄捏住符传 怎么 你还犹豫 那首领 面色之中 浮现出来浓浓的不满 这是在给你们这群散兵游泳的机会 哼 没有背景 你们在神界 就是最底层 咳咳 黄小龙干咳了几声 旋即 一本正经的道 事实上 我们 根本就不是神族 与你们这些畜生 也不是什么同类 而 现在呢 我就要将你们这群畜生 轰杀成渣 嗯 听到黄小龙的话 那神族首领 以及麾下的神族 尽数都是有些蒙逼 错愕 呆滞 本来 他们在认定黄小龙等 也是神族之后 便是放松了警惕 将战役与杀鸡都抛开了 而如今 黄小龙这么一说 使得他们的大脑 有一个瞬间的停顿 就是现在 杀 黄小龙眼中 飞快地掠过一抹冰冷速杀之意 下一秒 双手一挥 密密麻麻的福转 竞数都是攻击性的福转 如雪花 如暴雨 朝着对面的九十九尊神族 轰了过去 再就在时刻准备着的同伴们 也是抛出了福转 数量上千的福转 几乎是将一方空间都填满了 神兮闪耀 一个个神闻 蒸腾而起 微微奇观 这是什么 纳四级神 爆发出冰冷而惊骇的尖叫声 砰 砰 砰 炸开了 数千张福转 尽数炸开 爆发出风 雨 雷 电 火 光 兵 诸多的攻击 都是运接着神力的攻击 非同小可 而且 黄小龙还甩出去了不少的定身符 让得 对面绝大多数神族 都被定死在了虚空之中 动弹不得 有心算无心 而且 是数千张福转 围剿九十九名神族 这让得 不少的神族 特别是一级神与两级神 直接变死于非命 一句句神族的尸体 就好像是下饺子一样 从空中整齐掉落 这一波攻击过后 九十九名指高气昂 来势汹汹的神族 仅仅只剩下那首领 四级神 以及那女性神族 估摸着是三级神 其他的 全部都陨落了 几乎就是全军覆没 幸存的两尊神族 虽然没有死亡 但亦是受伤不浅 身上的神光 都暗淡了一些 嗯 看来 目前我所画的神符 只能够杀死一级神与两级神 重创三级神 让四级神负伤 黄小龙也不忘评估一番 不过 这一战 黄小龙算是大获全胜了 好 你们这群 你们这群畜生 那神族首领 爆发出丝心裂肺的惨豪生 这声音里 充满了怨毒 仇恨 杀戮以及惊恐 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 从来没有眼睁睁地看着静摆的同伴 在自己眼皮子低下死亡 从来都只有神族杀各种宇宙生灵的 绝对没有神族被反杀的例子 从来没有 今天 算是开了仙河 我们走吧 我们快走 那女性神族 早就被吓得魂飞魄散了 这个时候 连忙招呼四级神跑路 等着 你们都等着 你们这些手段 还杀不了我 放心 我会请我的大人 九级神 亲自来杀你们的 那神族首领 放下了一句狠话 玄疾 与那女性神族 各化为一道神光 便要冲入那个虫洞之中 要逃顿 回去搬救兵 不过 黄小龙显然是不会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大振 开启 黄小龙怒吼了一声 心念一动 黄小龙埋在这片区域的各种阵法 瞬间地打开了 一条条神光 就好像是蜘蛛网一般 显现了出来 而这些神光之中 布满了神文 符传 勾动城镇 这是一个顶级大阵 杀伤力 要比单纯的符传 强大了不知道多少倍 一下子 那准备蓄力逃顿的两尊神族 即冲而上的身形 一下子就凝制住了 好像是昆虫被牢牢地粘在了蜘蛛网上 大阵的威压 席卷了他们 让得他们瑟瑟发抖 就好像是在面对什么无法对抗的庞然大物 哈哈哈哈哈哈 不错 我亲手布置出来的阵法 可以困住等级略高的神族 并且 予取予夺 掌控他们的命运 黄小龙的心中 产生了一种极为爽快的微妙感觉 这次 被他拿捏住的 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而是 神族啊 凌驾宇宙的神族啊 不 那两尊神族 终于是完全耸了 爆发出来了惊骇莫名的嚎叫声 心态也是崩了 黄小龙的同伴们 竞数都是狂喜不已 精神振奋 本来 大家伙面对神族 那是非常的绝望 认为 无力抵抗的 可今天 在黄小龙的率领之下 大家打了一场全歼的战役 在不损一兵一族的前提下 殲灭了九十九尊神族 甚至还包括如今砧板上的三级神与四级神 完胜 太好了 太好了 前叙 看来 神族也不是不能杀的 哈哈哈哈 竟敢侵略我们的宇宙 这就是有来无回 哈哈哈哈 大龙王 也是爆发出欣慰的大笑声 神族 死 骨荒一脸冷漠 住手 你们想做什么 那四级神 慌忙吼叫了起来 大家都是同族 你们不要乱来 看你们布置出来的这个阵法 你们背后 应该是有巨大靠山的 只有高级神 才有可能布置出来这等阵法 或许 你们背后的靠山 是诞生了神格的那些大人 好了 我说回之前的话 这件事情 是我做错了 我道歉 放心 我不会泄露今天的事情 扑 你特麻是笼子麻 黄小龙哑然失笑 我早说过 我不是你们的同类了 我怎么可能是神族 神族都是畜生啊 话音刚落 黄小龙直接开启大阵中的沙阵 将那两尊神族 活活地炼死了 嗯 干得漂亮 黄小龙咧嘴一笑 好了 这些尸体 我紧促搜集起来 存放在地府之中 好好地再研究一番 物尽其用 在那陨前来找我之前 我必须尽快提升实力 争取 在与他谈判之时 掌握足够多的筹码 第1470章不找到龙珠 是不罢休 这一战大获全胜 斩九十九尊神族 这让整个宇宙的生灵 都如打了鸡血一般振奋了起来 不过 黄小龙在短暂的喜悦之后 便是收拾情怀 带着九十九尊神族的尸体 一同来到了地府 在一间大殿中 九十九尊散发着金色光芒的神族尸体 尽数都是横躺在玉石台子上 整间大殿 都充满了一种死亡与凋零的味道 俨然就是一个停尸房 这些家伙刚死 他们残存的记忆 应该还是比较完整的 黄小龙笑了笑 旋即便是用搜魂的秘术 不断地摄取 搜集 很快 每一尊神族尸体的上方 便是凝聚出来了一个足球般大小的物质 那是残魂 一团团的残魂之中 就好像是放电影一般 回放着每一名神族 生前的经历 他们的人生 也还算是丰富了 尤其是那四级神 他的名字叫做穆 也经历过许多的事情 在神界 比一般的底层要好一些 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正如他所说 他的背后 有一格九级神的靠山 黄小龙开始去无存经 将这些残魂中 相对比较有用的记忆 都提取了出来 融合在了自己的灵魂神念之中 如此 半个月过去了 黄小龙融合了一些记忆 对于神界算是有了一个比较准确的认识 神界 非常的广袤 比一般的宇宙 大了不知道多少倍 在神界之中 神族就好像地球人一样繁衍生息 有壁垒分明的社会结构 也有三六九等 总而言之 神族这个群体 与地球人类 其实分别也是不太大的 至于说 有关主神 还有诞生了神格的神 这些神族的记忆里面 并不多 可能 他们的层次 终究还是太低了 但总的来说 黄小龙对于神界 不再是那么的陌生了 算是心里有谱了 另外 这些残魂的记忆中 还有少量的神族功法 也就是神族所修炼的丸一儿 黄小龙也一并提取了出来 融合到自己灵魂之中 当然 只是融合了这些功法的修炼之法 远远不是掌握这些神族功法 还得靠黄小龙自己脚踏实地的修炼才好 最后 黄小龙用孟婆汤 把一团团残魂中 蕴含的不太重要的记忆 情感 精力 尽数都洗干净了 使得 这一团团残魂 变成了最为纯净的能量 滋养神魂的能量 呵呵 这可是神族的魂啊 比任何鬼魂 阴魂 要高级了不知道多少倍 黄小龙又用炼药之法 将这九十九团纯净至极的神族之魂 炼成了九十九粒丹药 提升灵魂的丹药 当下 黄小龙开始服药 闭关 服药 现在 整个宇宙都处于一种相对比较安全的状况 暂时也没有神族来滋扰与侵略了 所以 留给黄小龙的时间 还是很多的 慢慢地修炼 每一粒丹药 都会扩展黄小龙的灵魂 提升灵魂的品质 在地府之中 足足修炼了簇年光阴 终于 黄小龙是将所有的丹药 全部的服用 炼化了 而黄小龙的灵魂 也变成了璀璨的金色河流 蕴含了神族的气息 河流之中 有着奥妙的神文在流淌 在黄小龙的双瞳之中 亦有深邃如渊海一般的金兮在流淌 他的一个眼神 现在就连一般的神族 都受不了 会直接崩溃 嗯 现在 我的灵魂品质 大约 黄小龙琢磨了一下 嗯 大约相当于五级神 亦或者六级神的灵魂 也就是说 在服用了这九十九名神族灵魂炼成的丹药之后 黄小龙的灵魂品质 直接提升的到了一种极高的 类似于五级 六级神的境界 黄小龙本身神体神力的境界 其实还是两级神 但是呢 他的灵魂 相当于五 六级神 这倒是有些另类了 灵魂之力 远远超过了神力本身 当然 这等庞大的灵魂之力 并不能直接转化为神力 攻击敌人 但是呢 可以使用心魔一类的招数 杀人无形 呵呵呵 不错 就目前的灵魂之力 如果遇到那四级神 估摸着 也就是一个眼神 便能让他走火入魔 自杀自残 甚至于神体自焚而死 黄小龙感觉到了自己肉眼可见的提升 心满意足 周十一番 离开地府 外面 宇宙很安详 太平 临近 除了那个触目惊心的虫洞之外 其他一切正常 与同伴们 齐聚于仙界的仙宫之中 黄小龙坐在原来最封先帝所坐的宝座之上 下面 尽数都是这的宇宙 成神的精锐 黄小龙目光闪烁间 神光四见 内夫 你 你的气质似乎有些微妙的变化 我们在面对你的时候 压力非常大 甚至比那四级神的压力还更大 龙王三太子一脸惊喜 莫非 你的境界 提升到了四级神之上 是 是 是五级神吗 文言 黄小龙也就是笑了笑 并没有 在神力与境界上 我与你们一样 都遭遇到了瓶颈 暂时是难以突破的 我 仍然只是两级神 不过 在不依靠任何福转与正法的前提之下 我可以单挑杀死一名四级神 而且 应该能做到比较轻松容易 嗯 可以做到秒杀吧 呵呵 单挑秒杀四级神 骇然 大家伙儿都骇然欲绝 好了 现在说正经事 黄小龙面色微微一尘 所有人都屏息了 竖起双耳聆听了起来 接下来的任务 便是有股荒带路 我们去寻找龙珠 嗯 遗落的其他几颗龙珠 在找到龙珠之后 才能够打出一条通道 通往神界的通道 黄小龙面色一速 通往神界的通道啊 对此 黄小龙也是有些感慨 如果说 将这个世界 比喻成一款游戏 那么 一关一关的通过 而最终的神界 便是最后一道关卡 打通了这道关卡 那么 这款游戏 就算是彻底的结束了 嗯 黄小龙收敛情绪 微微点头道 赤不宜迟 我与古荒 再带一些人 一起去找龙珠 剩下的人马 便是镇守妖龙仙三界 我在这三界的附近 都布置了一些大阵 而且 给了你们不少福传 相信 哪怕是有神族来攻 暂且也是守得住的 有阵法和神福 的确 这个宇宙不算是不堪一击 如果那中卫神云找来 可暂且将其安顿下来 黄小龙吩咐着 好了 古荒 准备出发 这一次 不找到龙珠 事不罢休 黄小龙速容道 第1471章开门红 在决定要去寻找失落的龙珠之后 黄小龙便是紧锣密鼓地安排了起来 首先是将所有的老婆 都放入地府之中随自己同去 老婆们自然不能有什么闪失 虽然大概率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但黄小龙依旧是将老婆们随身带着 将风险降到最低 古荒作为带路党 肯定是要同去的 另外三太子 七公主 九公主 万贱先帝 子燕先帝 以及奴隶则徽 最封先帝 也一路跟随 毕竟是去找寻龙族失落的至宝 因此 大龙王和龙母 这次也魄力离开龙界 与黄小龙同去 竞数都是已经成神的存在 阵容也算是颇为庞大 黄小龙画了几张飞行符 载着他与同伴们 在宇宙中翱翔 飞行符 只不过是道家的一种普通的符传 远远不可能横度布满了空间乱流与黑洞的宇宙 但是呢 用神力和神文 画出来的飞行符 那可就是高级货了 就相当于最先进的宇宙飞船吧 速度还更快 黄小龙盘膝坐在一张飞行符上 七公主 九公主 两个龙族老婆 小鸟依然似的挨着她坐 前面一张飞行符上 骨荒正在领路 小龙 你说这次 我们能集齐七颗龙珠吗 七公主好奇又期待地问道 嘿 那还用说 黄小龙嘻嘻一笑 现在 我们手头上有三颗龙珠 还差四颗 到时候 会召唤出你们的祖先 一条祖龙 八祖龙 血脉最纯的龙族 伟大的存在啊 在后面一张飞行符上 大龙王与龙母 一脸如目的表情 黄小龙无语地笑了笑 什么伟大的存在啊 只不过是神界之中 高级神的坐骑而已 说是被奴役的存在还差不多呢 找到七龙珠 召唤祖龙 打通了神界之路 就应该要去神界了 那可是一段未知的旅途 呵呵 神族中的极端派 把我当枪 要我去刺杀主神 黄小龙也有很多心事 神界对于黄小龙来讲 也算是蛮有压力的 比当初从地球飞升 妖仙龙三界 压力更大了 不知道多少倍 妖仙龙三界 还算是在黄小龙的掌控之中 但神界 凌驾万界 并不是目前的黄小龙 所能够契集的 算了 不管这么多 车到山前必有路 黄小龙振奋了以下精神 主人 前方即将抵达一颗文明星球 古荒回过头来 对黄小龙恭敬禀告 这颗文明星球 名为蓝星 人口有千亿 也拥有着修炼的文明 在蓝星 有一颗龙珠 不过 被视为星球之宝 要拿到蓝星的这颗龙珠 恐怕是要直接出手抢夺才行 嗯 黄小龙点了点头 这个时候 他放在怀中的三颗龙珠 的确产生了一丝丝悸动 俨然已经有所感应 前方一颗巨大的星球 月入眼帘 蓝星 不明思议 这颗星球的整体 基本上都是蓝色 黄小龙用神念扫了出去 蓝星的面积 比地球大了十倍以上 而科技程度 居然与地球有着极大的相似 甚至于 蓝星上的土著 也是人族 是一种近乎欧美人种的基因 在蓝星上 高楼大厦之间 也有修炼者 驾驭飞箭翼或者摩坦在穿梭 灵山大海深处 也有一些洞府 一些宗门 可以说 这颗星球 修炼的氛围还是很浓 呵呵呵 这就是以前我们在地球上 所歪歪的外星人了 黄小龙绕有兴致地笑了笑 这时 几张飞行符 都停留在了距离蓝星不远之处 呵呵发现龙珠了 黄小龙笑了笑 的确 在蓝星上 最高的一栋建筑物 一栋千丈高的摩天大厦之上 供奉着一颗龙珠 在这栋摩天大厦的周围 有着大量修者在飞行巡逻 严阵以待地守护着 嗯 这颗星球 蓝星的修者 其极致的实力 大约相当于仙界的二 三级悬仙 黄小龙笑了笑 连仙帝的级别都没有达到啊 这蓝星 也的确够弱小的 当然 比起灵气复苏前的地球 还是要厉害很多的 主人 这种文明星球 我们仙界也统治过许多许多 醉风仙帝立马自告奋勇 对付这种低级星球的土著 嘿嘿 我们有的是经验 哈哈哈哈那行 黄小龙笑道 那么 醉风仙帝 开始你的表演吧 是 是 主人 醉风仙帝欢天喜地 当下 醉风仙帝昂扬了一下头颅 挺起胸膛 神念笼罩了蓝星 开始发话 他是昔日的仙界第一仙帝 堪称这个宇宙金字塔顶端的存在 面对蓝星这种星球 那简直就是一个巨人在面对小孩子麻 威严 瞬间爆发了出来 这颗星球的所有生灵 你们 听好了 本作 乃是仙界之地 仙界第一仙帝 轰 整个蓝星 在醉风仙帝的气息与威压之下 几乎都是震动了几下 要偏离星球运行的轨迹 蓝星之上 所有的生灵 所有的修者 都站立了 惶恐 绝望 就好像世界末日到来了 醉风仙帝已经成神了 哪怕是之前的他 都足以一个念头碎灭这颗星球 而如今 呵呵呵 吹一口气 这颗星球就粉碎了 如此巨大的差距 让得蓝星上 任何的生灵 几乎都是崩溃了 现在 本地与伟大的主人一起 来到你们的星球 这是你们这颗渺小星球的福气 醉风仙帝架子很大 打着官腔 九公主在黄小龙耳边笑道 小龙 这家伙还真是狐假虎威啊 现在 将你们这颗星球的龙珠 奉献出来 可以免死 否则 醉风仙帝的声音 完全地冷漠了 这是一种高级生灵 对低级生灵 漠视的态度 你们这颗星球 也没不要存在下去了 灭亡吧 很快 从蓝星上 飞出几名被剑 颇为儒雅的男子 领头一人 双手捧着龙珠 大人 大人 这些人用灵魂进行传音 要知道 宇宙中的语言 各有差异 黄小龙等 未必就能听懂蓝星的图语 但是灵魂传音 便是属于灵魂层面的交流 便不存在文化差异了 都能听懂 跪下 最风仙地极为傲慢 那几名蓝星土著 不敢啰嗦 当空下跪 手捧龙珠 各位大人 这便是我们蓝星世世代代 镇压气韵的宝物 龙珠 现在 现在 现在就献给各位大人 请求各位大人 不要 不要一时之怒 毁灭我们的星球 几名蓝星土著 成黄成孔 磕头如捣蒜 呵呵 还是挺顺利的 开门红 黄小龙乐滋滋的一伸手 隔空将龙珠抓射了过来 在手中把玩 破真价时 第四颗龙珠了 顿了一下 黄小龙也是用灵魂 进行传音 你们还蒙在鼓里 不知道宇宙将要变天 嗯 看你们这么配合的份上 我就将你们这颗星球 以及所有的生灵 都收了 免得在爆发大战时 你们这些微不足道的细菌 被神族抹去 也不管对方是否能听懂 黄小龙展开大神通 将一整颗蓝星 从宇宙之中拔起 轰 一颗星球 亿万生灵 尽数都被黄小龙 纳入地府之中 原本 蓝星所在的区域 便是留下了一个恐怖的黑洞 星球消失了 抓取星球 扑 小龙 你真是烂好人 七公主摇头失笑 哈哈哈哈 现在我决定了 一路寻找龙珠 一路将所有的文明星球 都纳入我的地府之中 黄小龙笑嘻嘻地道 神族一旦攻来 我们这个宇宙的文明星球 将会一颗一颗的碎灭 既然如此 何不等战事爆发之前 将这些文明星球 都保全起来呢 我掌握了 祝普通 生灵成神的办法 以后 我也可以缔造出 更多的所谓神族 黄小龙眼神 微微移动 好了 继续出发 即张飞行服 继续前进 寻找 第五颗龙珠 第1472章 最后一颗龙珠 在搜集到 第四颗龙珠之后 黄小龙顺便把蓝星也一并收入 到了地府之中 继续前进 主人 现在我们去找第五颗龙珠 距离此处 还有些遥远 要飞行一段时间才能抵达 古荒毕恭毕敬地说道 无妨 黄小龙盘膝坐在飞行神符上 他的神念 却是渗入到了地府之中 蓝星刚刚进入地府 就被黄小龙炼化了 并不是炼化蓝星上的生灵 而是将这颗星球 炼入地府 使得地府的面积 扩宽了不少 而蓝星本身所蕴含的灵气 资源 也一并地炼入地府之中 这样 地府的品质 也随之提升了 疆域也更加辽阔了 原本的蓝星 变成了地府之中的一座座高楼 一栋栋摩天大厦 无数的蓝星生灵 骇然迷茫地站在原地 惊恐地看着阴气森森 但又充满神圣气息的地府 这是哪儿 我们 我们这是怎么了 听着 黄小龙的奴隶 悬仙江源 以及徐福 悬浮在高天之上 全身放金光 就好像是两尊烈日 惶惶有威 君灵天下 黄小龙的这两名奴隶 早已经成神 自然 在蓝星这些低级生灵面前 便是神奇 便是大如天地 高如日月的存在 跪下 亿万蓝星生灵 尽数都下跪了 瑟瑟颤抖 从现在开始 你们成为主人的子民 不要抱怨 也不要心存怨恨 主人只是有好生之德 在拯救你们这些蝼蚁 取福傲然道 你们恐怕还不知道 大下将轻了吧 哼 主人是联系你们 才将你们收纳 否则 就是个死字 现在 接受主人的度化 江源从怀中 毕恭毕敬地 取出了一件物品 这是一个预制的符传 乃是黄小龙亲手克制 理念蕴含着度化之光 以及黄小龙的气息 使用这符传之后 可以释放出来度化之光 而接受度化的生灵 会自动成为黄小龙的奴隶 忠贞不二 接下来 江源使用度化符传 一道道度化之光 扑洒了出来 就像是神的荣光 被光芒照射的蓝星生灵 目光俱变 泛出一种温寻顺从之意 从这一刻起 蓝星上上下下每一名生灵 俨然已经是黄小龙 麾下的奴隶 再说黄小龙 这时的他 在赶路的过程之中 但凡发现任何有生命迹象的星球 就会直接抓射 炼入地府 然后 度化之光一照耀 这些文明星球的生灵 便都成为黄小龙的奴隶了 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黄小龙在沿途 一共摄取了564颗文明星球 在炼化了这些文明星球之后 地府的面积 扩大了促背 品质也是提升了不少 如今 地府的品质 哪怕是面对两极神 也能够完美的隐秘 不被攻击 要知道 当初在是天使界之中 黄小龙的地府 还是很脆弱的 几乎是被那位一级神 随意地揉虐 几乎连地府空间壁垒 都被打碎 千疮百孔不成模样 如今 地府防御是不错了 而黄小龙也索性 将不少的神器都粉碎掉了 一并地融入到地府空间壁垒之中 更大力度地提升地府的品质 这些神器都是黄小龙从那些神族的尸体中拿到的 一共杀死了一百尊神族 他们尸体中藏有的神器也多 如今 黄小龙将这些神器毁掉 一点也不心疼 其神器碎片 如同繁星一般 镶嵌到了地府空间壁垒中 炼化 融合 一旦炼化这些神器碎片 地府的品质 将会高得可怕 终于 黄小龙等 来到了又一颗文明星球 黄小龙明显感觉到了第五颗龙珠的气息 这颗星球 比蓝星要发达一些 也是以修炼为主 灵气澎湃 主人 这颗文明星球 叫做天王星 古荒连芒在旁解释道 黄小龙放出神念一扫 这天王星上 最强大的修者 已经堪比先帝了 只不过数量并不多 黄小龙对着醉风仙帝打了个眼色 醉风仙帝当下放出狠话 天王星的生灵 将你们的龙珠交出来 可免死罪 否则 灰飞烟灭 其料 喜有此理 几尊气息较为强大的黑人 从天王星飞了出来 这几尊黑人 禁述都是有着比肩先帝的实力 面目英质 细窄的眼眸之中 杀鸡滚动 都是狠人 你们是什么东西 居然妄图抢夺天王星之宝 简直就是找死 领头的一尊黑人 凶暴的嚎叫道 不要多说废话 干掉他们 黄小龙轻描淡写的道 他根本就不屑于在一些垃圾身上浪费时间 视食物者为俊杰 如果一些蚂蚁不逝去 黄小龙根本不介意将其踩死 就这么简单 结结结 这些异族的女人 真是细皮嫩肉的啊 抓住他们 好好享用 为我们诞下后代 一定俊美无匹 哈哈哈哈 可以改善我们这异族的基因啊 一名黑人如野兽般嚎叫了起来 男人都杀死 不 本作改变主意了 这些男人 都抓住 去与我族女子交配 改良基因 让他们做种株 哈哈哈哈 这些黑人 脸上都溢出来了变态的笑容 杀黄小龙冷声道 出杀就杀 最封先帝和龙族三太子一起出手 神光爆发 将那几名黑人 直接给蒸发掉了 瞬间秒杀 这就是神族的力量 当下 黄小龙从天王心中 摄取了龙珠 再将这颗星球炼入地府 不画之光一照 全部搞定 呵呵 第五颗龙珠了 黄小龙笑了笑 继续前进 沿途也没有闲着 依旧是不停地抓取文明星球 炼入地府 很快 黄小龙的地府 至少已经炼化了超过2000颗文明星球 至于收编的奴隶 那数量 也是根本难以用数字去描述了 第六颗龙珠 在一颗名为明王星的星球上 这颗星球居然是死灵生物七席 流行着黄小龙以前在小说中看过的 亡灵魔法这非常好玩 不过 最高级的亡灵魔法师 也就是堪比仙界仙帝而已 直接镇压 明王星的生灵 根本不敢反抗 恭敬惶恐的奉上龙珠 整个明王星都被炼化 亿万生灵 沦为牧蛎 主人 我们已经拿到六颗龙珠了 七龙珠 只剩下最后一颗 古荒低声道 不过 奴才也不知道 这最后一颗龙珠的下落 这个 请主人责罚奴才 哈哈哈哈 责罚就不用了 黄小龙笑道 我手中 已经有足足六颗龙珠了 那么 第七颗龙珠 也不难找到 呃 很简单的 很简单 大家都用一种疑惑的目光 看向黄小龙 其实也不简单啊 毕竟 第七颗龙珠的下落 是没有线索的 茫茫宇宙 文明星球太多了 在没有任何蛛丝马迹的前提下 总不可能盲人骑瞎马式的去撞大运吧 黄小龙也不解释 直接拿出六颗龙珠 随手抛了起来 在虚空中 六颗龙珠 连成一线 朝着左侧方飞去 哈哈哈哈 有龙珠带路 一切都不是问题了 我们走 黄小龙寻着六颗龙珠的飞行方向 追了上去 第1473张祖龙 在集齐六颗龙珠之后 这六颗龙珠居然会带路 似乎是感应到了冥冥之中 第七颗龙珠的位置 连成一线 朝着茫茫宇宙中 某一个方向飞去 飞行神符立刻跟上 六颗龙珠都溢散出来了迷茫的光线 将前路照耀的一片通明 大量的宇宙物质 在接触到龙珠的光芒后 都化为虚无 原来集齐六颗龙珠 便能找到第七颗 那么 也就是说 集齐七颗龙珠 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龙王三太子眼睛发亮 太好了 贤婿 这真是太好了 集齐七龙珠 一直是我们龙族的愿望 多少年了 一直为了这个愿望而祈祷 追寻 一无所获 终于现在终于 大龙王简直就是老泪纵横 而且 现在他处于一种紧张忐忑的状态中 全身都在冒汗 也对 一旦集齐七龙珠 就能召唤祖龙 那是这个宇宙中所有龙族 正儿八经的祖宗了 要见祖宗了 龙族们自然都是忐忑瑟瑟发抖 接下来的日子 便是跟着六颗龙珠一起飞行 黄小龙等 穿越了宇宙风暴 穿越了陨石雨 穿越了黑洞 穿越了各种宇宙乱流 看来 第七颗龙珠的所在之地 是一个极为险峻而隐蔽的地方 再到后来 沿途已经没有任何的文明星球了 显得格外荒芜 这里应该就是宇宙中的极地了 黄小龙点了点头 已经不适合任何生灵存活了 按理说 黄小龙等 在进入这片宇宙极地区域之后 是会很难受 甚至寸步难行的 但是 他们在各自的身体中 都开辟出来了另一个宇宙 成为了真正的神族 因此 他们也就可以每时每刻都直接从神界 汲取能量 便不会受到这个宇宙的任何束缚了 黄小龙等 全身神光绽放 在极地的恶劣环境之中 如入无人之境 终于 在某一天 前方 在黄小龙等人前进之处 出现了一大片阴影 这片阴影 似乎并不属于这个宇宙 充满了一种深渊的味道 这阴影 宛如一张巨兽之口 则人而是 无物不吞 羞羞羞 六颗龙珠 居然被那阴影给吞噬掉了 这些龙珠 与黄小龙接触的时间最长 早已经被黄小龙的气息温养过了 而此时 黄小龙就清晰地感觉到了 自己与六颗龙珠的联系 被切断了 嗯 三太子一经 前路断绝 龙珠也消失了 但是 并没有感觉到任何生灵的气息 也没有感觉到龙珠的气息 更加感觉不到我们龙族的气息 难道 这片阴影 宇宙的尽头吗 龙族 都有些慌乱了 颇有一种前功尽弃的味道 不如 直接闯入那阴影之中 大龙王急忙到 以我们目前的神体状态 还不至于应付不了 不急 黄小龙的轻轻摇手 神念也是覆盖了出去 要知道 黄小龙的神念 已经是超过了一般的低级神族 而是达到了五 六级神的境界 神念渗入阴影 咚咚咚咚咚咚咚 黄小龙居然听到了心跳的声音 等等 这心跳 并不是阴影内部 某生灵发出来的 而是 阴影本身的心跳 哦 原来如此吗 黄小龙一脸笃定 阴影是活物 难不成 便是祖龙 哈哈哈哈 旋即 朗生笑道 好了 祖龙 我们已经被六颗龙珠引来了 你那里 一定有第七颗龙珠 现在 七龙珠及其 你也应该现身了 呵呵呵呵 我可是带来了 你的一些后裔 你们这亲人相见 也不必那么神秘 哈哈哈哈 说完 黄小龙一个眼神 大龙王 古荒 三太子等龙族 立刻变化出来了巨龙本体 在阴影前方的空间 不停地舞动 嗯 赫然 从阴影之中发出一声深沉至极的叹息 想不到 族人终于找来了 你们 不对 你们为什么 这是 这是神体 阴影深渊之中的声音 突然充斥满了惊奇与骇然 下一秒 轰 那阴影中 爆发出来汹涌的金色光芒 以及 磅驳浩瀚的生机 是龙族的气息 龙族的本源气息 只不过 要比大龙王等巨龙的气息 完美了不知道多少倍 尊贵了不知道多少倍 在这种气息的熏染之下 大龙王等 竞数都是如被定格在了虚空之中 龙体筛康式地乱抖了起来 龙谋之中 泪水滚滚而下 如木之情 像是绝蹄之水 滚滚散散 一发不可收拾 祖宗 老祖宗 大龙王声音发颤 您的子孙后代来了 您 求您现身 轰 那一片阴影消失了 原本阴影所在的区域 便是出现了一条巨龙 一条金黄色的巨龙 它的每一片龙鳞 都是金黄色的 散发着尊贵的 堂皇的光芒与气息 这条龙的体型 要比大龙王与古荒等龙族 大约庞大了十倍左右 而龙体的比例 更加的协调 更加的完美 龙头之上 有着一个皇冠 它的每一片龙鳞 都在阐述着超突宇宙的一种治理 这是高级生灵 它身上散发的气息 有着神力的气息 黄小龙的神念很强大 自然可以做出一个较为准确的评估 这条金龙 其境界大约是相当于神族的五级神 他似乎刚刚从沉睡之中苏醒 在他的头顶皇冠的上方 悬浮着七颗龙珠 老祖宗 大龙王等 立刻以最恭敬的姿态 排列在了金龙的身前 额 从体型上看 就好像是一个强壮的成年人 面前站了一群婴儿 额 我的族人 后代金龙发出声音 那是一把极有风度的中年男子的嗓音 不过 你们 你们为什么 最后 金龙那充满了沧桑与伟大的龙谋 却是看向了黄小龙 你拥有两级神的实力 不过 我看不透你 或许 你还有更深的秘密 额 祖龙 对吧 终于找到你了 你该不会是怀疑 我们都是神族吧 哈哈 面对庞大的祖龙 黄小龙其实也没有产生什么压力 他可以从容面对 不 你们不是神族 祖龙却是非常坚定的摇头 你们拥有比神族更加充沛的情感 你们的喜怒哀乐 你们的热爱 你们的悲伤 神族是一个冰冷而刻板的种族 你们不是 不过 我非常好奇 你们 居然凝炼出神体 并且开提了体内宇宙 与真正的神族 绝对没有区别 好奇怪 好奇怪 祖龙的表情 非常的精彩 不过 他并没有太过失态 而是笑道 好了 既然你们找到了我 用龙珠唤醒了我 那么 欢迎你们 请祖龙消失了 那团阴影又出现了 请进吧 好 多谢了 我们进去 黄小龙首当其冲 直接掠入那团阴影之中 后面的立刻跟上 第1474张 你太狠了 你厉害 当黄小龙等进入那片阴影之后 他们就好像是进行了一次空间的传送一般 来到了一个宫殿 一个金碧辉煌的宫殿 壁根根的石柱上 有着盘龙的浮雕 气象森严 黄小龙与伙伴们 就站在宫殿下面的一个宽阔广场中 而阶梯之上 宫殿门口 站着一名身穿金袍的中年男子 这中年男子样貌儒雅 眉毛阴挺 眼神深邃 毛子也是金色的 就好像一双眼睛里面 藏着两个太阳 恐怖的生机 从他的体内 自然而然地溢散了出来 形成紫色的气流 直冲上天 这是紫气东来之乡 而这些紫气 在他的头顶上方 最终又凝聚成一尊尊巨龙的虚影 他的金色袍子上面 也是露颗了不少巨龙 这就是祖龙 化为人形的样子了 老祖宗 大龙王等 也是化为人形 这时 也是双膝跪地了 不过 譬如古荒 则徽这等巨龙 本身是黄小龙的奴隶 因此 在他们心中 黄小龙才是最重要的 比老祖宗还重要 所以 他们并没有行贵礼 而是深深鞠躬 祖龙目光直接看向黄小龙 玩味一笑 看来 你是这个宇宙 最强大的存在 黄小龙并不否认 嗯 进来一叙吧 祖龙点了点头 随后 反身就朝宫殿内走去 黄小龙带着同伴们 也是大踏步走入宫殿 祖龙坐在了最上面的宝座上 黄小龙带着同伴们 在左右两边的位置坐好 没想到啊 你们还是集齐了七龙珠 祖龙眼中 也是有些不可思议的表情 这是很难的 终于还是被你们唤醒了 我的清梦啊 就此作罢了 哈哈哈哈 罢了 既然你们能够成神 那么 集齐七龙珠 也是理所当然 黄小龙见帽变色 发现这祖龙 对于被唤醒 还是略为有些不太乐意的 不过很快 祖龙便接受了这个事实 表现出来了心胸豁达的一面 祖龙继续说道 既然 你们能够成神 想必 对于神族的事情 你们也是知道了很多吧 嗯 该知道的 都知道了 黄小龙笑了笑 哦 比如说 祖龙饶有兴致的看向黄小龙 比如我们这些宇宙生灵 都是神族所谓的细菌 都必须要被抹杀 黄小龙也不介意透露一些事情 因为他的直觉告诉他 这祖龙 根本连一点恶意都没有 十分的友善 甚至于十分的亲切 我还知道 在神界 神族也分为极端派和主流一派 看来 你们都知道了 祖龙点头 玄疾 目光一闪 我们龙族 其实 更偏向于极端派 嗯 黄小龙与同伴们 都是一阵 龙族居然也有反对神族的意思吗 不必惊讶 祖龙笑了笑 在所有的一切 万物混沌初开始 诞生了两大种族 龙族与神族 而主神 是所有神族的祖先 龙神 则是所有龙族的祖先 主神 龙神 黄小龙与同伴们 都竖其耳朵 聆听了起来 神族与龙族 开始了争斗 最终 神族胜了 祖龙的眼中 闪烁出来了一抹悲痛的表情 龙族败了 龙神陨落 此后 龙族逝世代代 成为神族的奴隶 作祭 原来如此 黄小龙暗暗点头 果然 龙族成为神族的作祭 并不是自愿的 而是战败后的惩罚 迫于无奈 算是被强迫了 神族的确很强大 祖龙悲凉的道 我们龙族 本来也是有着许多传承的秘术 可以与神族抗衡 可是战败后 随着龙神的陨落 这些龙族秘术 基本上都遗落了 以至于 我们这种后代的龙族 只能够修行一些神族的神力 黄小龙恍然 怪不得 这组龙身上的气息 和神族的气息差不多 它相当于五 六级神的样子吧 在它身上 反而龙族本身的气息 还弱化了不少 龙族的文明 应该是随着龙神的陨落 出现了一次断层 在很多年以前 我逃亡了 祖龙继续讲述 事实上 在神界 很多的龙族 都在逃亡 只是 有一些成功了 有一些失败了 失败的龙族 被抓回去之后 便被神族 当成了食物 他们 也吃龙 啊 文言 大龙王等 立刻尖叫了起来 声音之中 充满了恐惧与愤怒 我算是幸运的 我逃到了这个宇宙 与这个宇宙中的一些女性妖族 结合 诞下了不少的后代 也就是你们了 祖龙用欣慰的目光 看向了大龙王等 我的后代们 你们成长起来了 拥有了神力 都是贤虚的功劳 大龙王看向黄小龙 嗯 你真的很有意思 祖龙用赞誉与惊艳的目光 看向了黄小龙 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做到的 我也不想追问 每一名生灵 都拥有着 属于自己的秘密 顿了一下 祖龙继续说道 我终于还是惧怕神族的 而且 这个宇宙 迟早是要被神族发现 一旦神族发现这个宇宙 就能发现我 数据雀弱的话 我不想再被抓回去了 一旦被抓回神界 我将被他们煮着吃了 祖龙自嘲一笑 不 不会的 大龙王等 也是焦急发生 祖龙挥了挥手 所以 我沉睡了 我将身体内的几颗龙珠 分散在了这个宇宙的各地 只有极其七龙珠 才能找到我 并唤醒我 我也可以 帮助找到龙珠的生灵 实现愿望 不过 现在看起来 你们已经非常的强大了 成神了 似乎 也不需要我的帮助了 你们的愿望 一定可以自己实现 而你们无法实现的愿望 我也无法实现 你不用担心 黄小龙嘻嘻一笑 至少目前来讲 你的苏醒是安全的 因为 不会有神族发现你 嗯 祖龙一惊 他并没有弄懂 黄小龙是什么意思 呃 来到这个宇宙的神族 已经被我们 尽数杀死了 黄小龙唯唯一笑 斩草以除根 神嘛 祖龙骇然欲绝 终于是彻彻底底的失态了 他豁然站了起来 两眼圆瞪 全身发颤 你们 你们 你们屠神了 是的 我们屠神了 而且 不止一个两个 黄小龙笑了笑 古荒 告诉你的老祖宗 我一共杀死多少神族 是 主人 古荒也是站了起来 对着祖龙毕恭毕敬的道 禀告老祖宗 我家主人一共杀死了一百尊神族 一己之力 完美屠杀 一 一 一百 祖龙被惊得眼珠子都快跳出来了 下一秒 砰的瘫坐了下去 你 你的双手 竟然 竟然沾满 沾满了神族的血液 你 你 可以这么说吧 我的双手 的确沾了不少神族的血液 以后会更多 那么 现在开诚不公地谈一下吧 黄小龙的眸子中 锐芒闪烁 神界通道是怎么一回事 还有 我想要一个愿望 毕竟 你许诺过 及其七龙珠 就能实现一个愿望 你 你想要什么愿望 祖龙用一种 骇然的目光 看向黄小龙 我要刺杀主神 黄小龙再度放出一个重磅炸弹 祖龙差点就从宝座上摔了下来 他又被黄小龙震住了 大脑一片空白 这个 这个 这个愿望 我 我无法帮你实现 你 你 你真是个狠角色 想不到 在宇宙中 居然有你这种狠角色 你太狠了 你厉害 第1475章去挖神族的坟 这祖龙原本是一派高人的风范 儒雅大气 双眸镇定 似乎是有一种宇宙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气概 但此时此刻 仍然是被黄小龙连续两次识破惊天的话语 吓得蒙逼了 差点就吓尿了 那种高人的风范 不复存在 图一百神族 刺杀主神 你 你 祖龙双手像是在发鸡爪风一样 你这也 这也太异想天开了 你杀过神族 但大约应该都是低级神族 不要说有神格的神族了 哪怕就是八级神 九级神 都绝对能虐杀你 或许五级神以上 都能够让你喝一壶了 至于刺杀主神 这不是玩笑吗 主神强大 连当年 我们龙族最伟大的龙神 都被他击落 虽然 主神的确会常常 陷入沉睡中 但即便是在生眠的状态之下 任由你去攻击 你也杀不死他的 顿了一下 祖龙继续说道 罢了 你们还是明哲保身吧 安安纷纷地留在你们的宇宙 只要接下来不被神族 发现你们的宇宙 那就相安无事 我的确是可以打通一条 通往神界的道 但 你们最好不要冒险去神界 那里很危险 而且 人情冷漠 祖龙 多谢你的忠顾 黄小龙耸了耸肩 不过呢 事已至此 总归还是要搏一搏的 坐以待毙 侥幸心理 从来都不是我的作风 这时 祖龙算是缓了过来 他用一种颇有深意的目光 看向了黄小龙一眼 眼神之中 竟产生了一种敬佩之意 少年 你可真是勇气可嘉 比我们绝大多数的龙族 还要锋利 要知道 我们龙族 本与神族 有着不共戴天之仇 那几乎就是灭族之仇啊 可是 这么多年下来 在神族的淫威之下 有不少的龙族 都屈服了 甘于作纳奴隶 作祭 忘记了仇恨 而稍有骨气的龙族 不肯与神族同流合污 选择的也不过是逃亡罢了 比如我 先有龙族 敢于向神族叫板的 更遑论是要刺杀主神 那是想都不敢想的啊 你很强 你有一颗真正的强者之心 比我们龙族强 黄小龙得到了祖龙最大程度的尊敬 不过 黄小龙心里也是有些哭笑不得之意 去刺杀主神 这一半是因为黄小龙必须要解决掉这个终极的麻烦 而另一半的原因 无非就是受到那极端派中卫神允的威逼利诱 可是 抱歉 我无法帮助你 实现这样的愿望 祖龙苦涩一笑 嗯祖龙 你搞错了 我并非是要你替我刺杀主神 我的愿望是 希望 你能够帮助我们 提升实力 黄小龙一本正经的说道 对我 提升实力 如今的黄小龙 虽然提升也算是极快 可是呢 距离拥有刺杀主神的实力 亦或者说是资格 机会 那还是差之极远 所以说 黄小龙要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企迹 提升实力 黄小龙继续说道 你曾在神界生存过很长一段时间 如今 我们都是神体 相信 你有办法 提升我们的实力 这 祖龙促眉 他陷入到了思索的状态中 两久 才说道 虽然 龙族战败后 许多的秘数都已经一落 但我们每一条龙族 都有着一种天赋 我的天赋 便是阴影 制造出一片阴影 可吞噬一切物质 嗯 我制造出来的阴影 可以吞噬八级神 这是我的天赋 文言 黄小龙等 都点头 怪不得 这条祖龙在现身之前 黄小龙与同伴们 所看到的 乃是一片阴影 你们 作为我的后代 我可以让你们 觉醒阴影天赋 祖龙看向了大龙王等 全集 又看向黄小龙 这是我唯一可以帮助你们 提升实力的办法 可是 哪怕我的后代 尽数都掌握了阴影天赋 可 面对拥有神格的神族 一样是抬手间灰飞烟灭 被虐杀致死啊 而且 祖龙无奈地看着黄小龙 抱歉一笑 你并非我族 因此 哪怕是我竭力助你 你也无法觉醒我的阴影天赋 这个 黄小龙思考了一下 你在神界生存的年头不短 难不成 你连一点提升的捷径都不知晓 让我再想想 祖龙闭上眼眸 陷入了一种冥思苦想的状态中 他绞尽脑汁 黄小龙与同伴们 也不打扰祖龙 过了许久 他终于睁开眼眸 旋即 又摇了摇头 这个办法 似乎不行 说说 黄小龙鼓励道 你想到了什么方法 尽管说出来 是这样的 祖龙缓缓道 在神界 有这么一个地方 嗯 灵墓 灵墓 黄小龙 明白 就是坟 类似于埋葬死人的地方 神之墓地 祖龙说道 在神之墓地中 埋葬了不少的神族尸体 神族也会死亡 黄小龙大习 对 神族需要渡劫 渡神劫 祖龙一本正经的说道 没有神格的神族 不需要渡劫 但是 一旦拥有神格 便需要渡神界了 下位神要想晋升中位神 要渡过一次神劫 中位神要想晋升上位神 又需要渡过一次神劫 渡神劫是有风险的 渡过去就是神格品阶提升 渡不过去 就要死亡 不过呢 主神苏醒之后 可以复活在渡劫中死去的神族 当然 主神要复活这些陨命的神族 也是看心情 有时候醒来就会立马复活他们 有时候则会起之一边 以后再说 因此 陨落的 没有来得及复活的神族 就通通被埋葬在一个陵墓中 当初 我在神界的时候 乃是一名九级神的坐骑 这名九级神 世世代代 就是守护众神墓地的身为他的坐骑 我也在众神墓地 足足待了上万年 说到这里 黄小龙的眼睛 也是亮了起来 他明白祖龙的意思了 尼玛 这是想让我去挖坟 挖神族的坟 可可 少年 我可以悄悄地打通一条 通往众神墓地的通道 如果你能够窃取一具神族尸骸回来 最好是上位神的尸骸 那么 你可以将其神阁挖出来 如果你能融合神阁 而 你的实力会飞升 当然 这非常非常的难 首先 盗取神族尸骸 这几乎就是不可能 因为 守护众神墓地的 至少有上百九级神 其次 哪怕你在一万分之一的机会中 成功到走神族尸体 挖出神阁 但 你也几乎不太可能融合 毕竟 每一枚神阁之中 都蕴含了一位神族毕生的经历 神力 信仰 好 很好 去挖神族的坟 这非常符合我的心意啊 黄小龙活动了一下筋骨 富贵显中求 很好 第1476章掌握阴影天赋 祖龙的话 的确让黄小龙怦然心动 众神墓地啊 停放着许许多多神族的尸体 而且 这些神族 都还是诞生了神阁的 高级神啊 神阁是啥 黄小龙具体也不太清楚 但想来 应该就是一种 颇为至极的能量体了 黄小龙喜欢神族的尸体啊 不 这不是炼尸屁 这是因为 黄小龙有孟婆汤 可以将神族的尸体 完美的利用 变成滋补自己的大药 100名低级神的尸体 就让黄小龙的神念 达到了五 六级神的水准 由此推知 众神目的中 那么多高级神的尸体 足够让黄小龙增长到一个较为满意的状态了 好的 祖龙 那我的愿望 就是去众神目的 你带我去 当然 如果你害怕 也可以不去 只要悄悄打通去往众神目的的通道便可 黄小龙兴奋不已地说道 这个 这个 祖龙愁愁了片刻 然后一咬牙 既然你愿意去冒险 那我便不规劝你了 看得出来 你心智坚定 锋芒毕露 我 劝不了你 但我不敢再回到神界了 通道 我可以打通 那就好 黄小龙心满意足 这个时候 祖龙看向大龙王等 子孙后代们 作为你们的祖先 我 的确应该给予你们馈赠 因此 现在 我便替你们 觉醒天父 我的天父 阴影 大龙王 古荒 三太子 泽辉 西公主 九公主等 尽数都是站了起来 恭敬地排列成一排 接下来 祖龙直接刺破自己的手指 然后屈指连弹 将一滴滴血液 弹到了大龙王等人身前 这是我的精血 其中蕴含了天父基因 你们将精血融合 温养一段时间 大概率可以觉醒天父 祖龙和颜月色地笑了笑 黄小龙在一旁看着 微微点头 原来 觉醒一条祖龙的天父 是他的精血 现在看来 祖龙的面容 也是略显苍白 整个人憔悄了几分 而他弄出来这些个精血 应该也是损耗比较大的 黄小龙 黄小龙忽然说道 能否也给我一滴 我想研究一番 呃 虽然这是你们龙族的天父 不过 我这个人 最喜欢研究了 再说 我算是龙族女婿 也不是外人 可以 祖龙对黄小龙是很敬佩的 当下 他也是奋力挤出一滴精血 送给黄小龙 玩世人之后 祖龙摊坐 叹气道 乏累了 我要休息一下 你们请自便 黄小龙伸手抓住那滴祖龙鲜血 鲜血凝固 像是一颗珍珠大小的宝石 黄小龙把玩着 对同伴们笑道 各位 我们就在此处 你的研究祖龙精血吧 让祖龙好好休养 大龙王等 都是迫不及待的点头 去吧 祖龙挥了挥手 脸色越来越憔悴 我要好好休息 随后 才能打通 去往神族 众神墓地的通道 黄小龙也不啰嗦 也没客气 带着大家伙儿 就在这宫殿中逛游了一圈 找到一些空置的天殿 进入其中 此处也都静谧 环境不错 能够让人浮躁的心 沉静下来 黄小龙进了一个天殿 盘膝坐在一个蒲团上 将那滴红宝石般璀璨的祖龙精血取出 神念渗入 黄小龙神念之强大 无需赘述 基本上不会输给祖龙 而神念 打个比方 就好像是电脑一样 神念弱 就像是配置很低的电脑 神念强 就像是顶级配置的电脑 顶级配置的电脑 运算速度自然快 而运算能力自然也强悍 黄小龙的神念 刚刚一渗入祖龙精血 就发现 这精血之中 自成一方天地 而且 是由无数龙族文字 组成了一个葛大阵 过 和神族体内的情况 相差无几 黄小龙点了点头 在与七公主 九公主 有过夫妻之时候 又收了一些龙族奴隶 事实上 黄小龙也算是小半个龙族了 身上其实是有龙气的 龙族文字 他不陌生 而对于这低祖龙精血 黄小龙也并不感觉到排斥 甚至于 还有一些亲切之意 打个比方 如果大龙王与七公主等 与这低精血的关系 像是父子母女等直系亲属的话 那么黄小龙与这低精血的关系 至少也应该是七大姑八大婶之类的 庞系亲人 特麻不是外人啊 呵呵 我试着融合这低精血 看看能否掌握这条祖龙的天赋 阴影 黄小龙跃跃欲试 他总是喜欢挑战各种不可能 当下 黄小龙用神念包裹住祖龙精血 开始慢慢地炼化 将精血内 出现的龙族文字 阵法 徐徐地炼入自己的体内 一个个龙族文字 就好像是拥有生命一般 排着队 络绎不绝地进入黄小龙体内 如果是其他非龙族的生灵 是难以将这些龙族文字 炼入体内的 强行容纳 还会暴体 不过 对于黄小龙的吸引 这个龙族文字 倒也是没有表现出巨人鱼千里之外 自然而然 一个个龙族文字 被黄小龙炼入体内 不排斥 不陌生 不冷淡 像是有子归家 像是亲人的串门造访 呵呵 有门 黄小龙心中笃定 然后冷静地将这些龙族文字 按照祖龙精血里 的顺序排列 在自己体内 布置了起来 布置出来一个个准确无误的阵法 而当这个过程 有点声色之时 黄小龙便跑去找七公主与九公主 做一点夫妻方面的事情 结果呢 声色瓶颈之处 居然变得无比的顺畅 仿佛水到渠成 石猝天过去 祖龙精血中的龙族文字 全部都被黄小龙吸收干净 并且井然有序地在他体内 布置成为了一个个的奥妙阵法 非常的和谐 就好像是 这些阵法 属于黄小龙身体的一部分 好了阴影 黄小龙眼眸璀璨 低吼一声 仿若巨龙咆哮 下一刻 轰 一大片阴影 以黄小龙的身体为中心 扩散而出 开始吞噬 不过 刚刚将这个偏电吞掉之后 黄小龙便是收回阴影 放眼一看 偏电已经变成一片虚无 黄小龙盘膝坐在虚无之中 这条祖龙的天赋 阴影 我已经完完全全 彻底地掌握 黄小龙嘴角含笑 他神念一扫 发现大龙王等 依旧还在领悟 现在 我便准备一番 为进入众神墓地而准备 这一次 不能够出什么意外 也不能空手而回 哈哈哈哈 黄小龙大笑 第1477章请打开通道吧 黄小龙倒是第一个掌握 那条祖龙与生俱来天赋阴影的 大龙王河谷荒等 还在闭关呢 接下来 黄小龙开始筹划进入神界 众神墓地之后的事宜 偷神族尸骸 肯定不能打草惊蛇的 黄小龙明思苦想着 祖龙说 那众神墓地之中 有着不少九级神在把守 以我目前的实力 面对一尊九级神 恐怕都是个死字不行 只能够智取 现在来讲 黄小龙就属于去偷窃了 偷神族的尸体 那么 最有用的方法 能够做到神不知鬼不觉 偷到东西的方法 对于黄小龙来说 要么就是隐身状态 要么就是驱使阴魂鬼物去偷 当然 前者是更加稳妥的 好吧 就是是隐身吧 以前我画的隐身符 怕是瞒不过神族这等高级生灵 不过现在麻 是用神力神念神文画符 有极大的概率 瞒过神族 对于自己的符传之术 黄小龙也是很有自信的 当下便是找来品质最高的符纸 凝聚神力 书写神文 制作隐身符 当大龙王与古荒等 领悟了阴影天赋 破官而出时 黄小龙已经写好了一百张隐身符 因为随时随刻都能从冥冥之中的神界 汲取到神力 所以黄小龙也还算能应付 画完符之后 并没那种虚脱的吃力感 吃去不少惊血的祖龙 在经过了修养之后 也已经缓过来了 生龙活虎 大殿 沉默 少年 你 你居然领悟了我的阴影天赋 你身上 根本没有龙族的血脉 也没有我的血脉啊 此时 祖龙目瞪口呆地看着黄小龙 他自然能够感觉到 黄小龙体内 有着非常纯正的阴影天赋 不可思议 呃 或许因为我天赋强吧 黄小龙哑然失笑 不可能 这和天赋没有关系 这是血脉基因的问题 继承我的天赋 至少必须的是龙族 血脉还得越纯越好啊 祖龙大脑都快错乱了 老祖宗 小龙乃是我们龙族的女婿 身上也沾染了龙气的 出起来 算是半个龙族 大龙王连忙在旁解释道 这 这 这也不太可能 罢了 罢了 少年 你真是个怪胎 你给我的惊喜 也太多了 祖龙无奈地摇了摇头 或许 你真的可以成功从众神目的中 盗取神族失害 小龙一定可以的 老祖宗 你要相信小龙 七公主和九公主 一口同声地叫道 对于他们的男人 他们自然是盲目地崇拜 我 我相信了 祖龙郑重地点了点头 拳击 那龙谋之中 略过一抹亢奋之色 他的语音 也是完全发颤了 或许 或许 你真的可以 可以 可以推翻神族的统治 甚至于 击杀主神 但愿如此 黄小龙不骄不躁 他深深知道 至少目前来讲 自己面对神族的时候 还没有骄傲的本钱 任重而道远啊 那么 祖龙 我已经准备妥当 现在 请你打通 前往那众神目的的通道吧 黄小龙笑道 好的 我会照办 祖龙点头 旋即 目光之中 也是充满了一种 近乎冷峻的严肃之意 少年 你先听我说 嗯 黄小龙不废话 我很清楚众神目的 在神界的位置坐标 要送你上去 并不难 不过 我不想被神族发现这个宇宙 祖龙还是很忌惮 甚至说恐惧 你要知道 神族一旦发现了我打开的通道 自然可以推算出这个宇宙的位置 然后找来 将我抓捕 顺便 将这个宇宙中 所有的生灵 都尽数毁灭 你的意思是说 不能让神族发现通道 黄小龙也明白 对 大局为重 不能够因为我的冒险 将整个宇宙都牵连进去 那么 少年 你听我讲 当我打开通道 将你送到众神目的之后 我会暂时关闭通道 祖龙郑重说道 一天 一天之后 我会重新开启通道 而这个通道 只有一百个呼吸的时间 一百个呼吸之后 倘若你没有能够进入通道 我会关闭通道 不再开启 祖龙的意思很明白 打开通道 让黄小龙进入众神目的之后 立刻关闭 在一天之后 再度打开通道 迎接黄小龙返回宇宙 但第二次打开通道 只维持一百个呼吸 也就是说 留给黄小龙偷窃神族师孩的时间 只有一天 让他回家的时间 更是只有一百个呼吸 稍微有一点差池 黄小龙就不能回家了 就得被困在神界 老祖宗 这样怎么行 古荒荒芒叫道 这样将会让主人 陷于不利的局面啊 是啊 老祖宗 一旦闲逊无法返回宇宙 我们这个宇宙 将会陷入一种群龙无首的局面啊 大龙王也焦急了 祖龙只是无奈 没办法 只能如此 我必须尽可能地求稳 绝对不能够让神族 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祖龙对着黄小龙道 少年 想必 你应该可以理解我的做法 事实上 如果你无法盗取神族师孩 你也可以躲藏起来 等到一天之后 返回宇宙 在众神目的中 能够不被神族发现 已经是一个伟大的奇迹了 我可以理解 就这样吧 我会尽量地返回 黄小龙点了点头 小龙 我陪你一起去 七公主和九公主 一口同声地叫道 龙王三太子 古荒 还有其他一些奴隶 也都是表示 要与黄小龙一起 前往众神目的冒险 你们就别瞎掺货了 黄小龙断然拒绝道 我单独前去 还有可能成功 你们陪我一起去 呵呵 百分之百被神族发现 直接虐杀 谁也别想安然无恙地回家 顿了一下 黄小龙目光扫向大龙王等 你们老老实实地待在宇宙中 如今 你们都是一级神的实力 加上神器不少 神福也多 加之 我在先邀龙三界 还布置了不少神阵 嗯 哪怕我回不来了 日后有神族来攻 你们大代率也能抵挡住的 听黄小龙这么说 就好像是在安排身后是一般 同伴们心中 也不是滋味 缓了一下 三太子正色道 妹夫 你放心 你一定可以没事的 我们等你回家 倘若 你真的暂时不能回家 那么 我们一定守护这个宇宙 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 我们 也一定要等待你的返回 好 请打开通道 黄小龙看向祖龙 现在 送我去众神墓地 第1478章来到神界了 在所有的事情 都安排妥当之后 黄小龙便已经做好准备 只身前往神界 当然 黄小龙这次不会去神界瞎逛 他只要去众神墓地里面干一票大的 那就可以了 这一票成功与否 对于未来 有着深远的意义 好的 祖龙郑重其事地 看了看黄小龙 我真是敬佩你 好了 希望 你可以安然无恙地回来 明天的这个时候 我会再度打开通道 在同样的位置 接你 说完 祖龙开始念诵一段傲考的咒语 他的双手举起 七颗龙珠 直飞而起 在虚空中并成一排 似乎是摆出了一个什么阵势 接下来 七颗龙珠 分别放出光芒 七道光 编织成网状 然后爆发出绝世神光 这道光 将虚空都冲碎了一般 一个黑悠悠的时空虫洞出现了 这时空虫洞的尽头 散发出来了一种无与伦比的金色光芒 高不可攀的金色光芒 少年 赶快 赶快传送过去 祖龙低吼起来 已传送过去的地方 是众神目的内 一个圈养生口的地方 那里很是恶臭 脏乱 一般是由低级神来打理 因此 也相对是一个安全的着陆点 快 当你传送过去 我就会关闭通道 绝对不能够让神族发现任何一丁点蛛丝马迹 黄小龙二话不说 身形化为一道金芒 直接钻入那虫洞中 小龙 你要小心 我等一定一定等你回来 过了促个呼吸 祖龙点了点头 他已经传送过去了 现在 我暂且关闭通道 幸好 幸好 没有被神族发现 祖龙显得很怯弱 立刻的关闭了时空虫洞 并把七颗龙珠收了起来 你们或许认为我胆小怕事 亦或者太过于谨慎了 不过 那是因为 你们根本不了解神族的可怕 祖龙的瞳孔 微微收缩 好了 不说这些了 现在 我就在此等候 希望 那少年可以成功 大家一起等着吧 大龙王等 都是坐立不安了起来 头上直冒虚汗 黄小龙在进入时空虫洞之后 还没传送到达神界 他就往身上 贴了好几张隐身符 另外还有一些遮掩天机的符传 因此 在他着陆之时 整个人都是透明的 一丁点气息也没有泄露出来 此时 黄小龙的鼻端 便是萦绕着一股股浓浓的山臭味 这是类似于珠圈的地方 一个又一个的圈内 趴扶着一些呆蠢无比的兽类 比如趴在黄小龙身旁不远处的 就是一头头山羊脑袋 猪身 长腿的兽类 不过 全身散发着金光 黄小龙用神念稍微一扫 就知道了 这头兽类的肉质中 蕴含着极为丰富的营养 说白了 豢养在此处的兽类 肉质中都有神力 长期使用 岂不美滋滋 不错 这些生口 既然是生活在神界 就你马是神兽 黄小龙琢磨着 别看生口们懒洋洋的 但战斗力 肯定还是比各种宇宙生灵 强大不少的 妈的 我终于来到神界了 他空气之中 都阴晕着富裕的神力啊 哈哈哈哈 恐怕 我是第一个来到神界的宇宙生灵吧 黄小龙心中涌起异样的滋味 不过很快 便是将各种新鲜与紧张刺激的情绪 收敛了起来 调整好了心态 正是人要紧 赶快去寻找那些神族的尸体 黄小龙大摇大摆地朝着 圈养之地外面走去 隐身符还是很好用的 这些被圈养的牲口 有一些 嗅觉极为灵敏 甚至于还拥有极强的灵性 可以感应到冥冥中的许多事情 可是呢 黄小龙大摇大摆地从他们身旁走过 他们居然一点也没有察觉到 快要离开圈养之地的时候 黄小龙忽然一顿 嗯 这些牲口都不错 等我离开的时候 嘿嘿 全部带走 哈哈哈哈 心念略过后 他才昂首踏步走了出去 外面 天空中有九轮烈日 而天空并不是蔚蓝色的 而是一种金色 一种美轮美奂的金色 天空的颜色 就代表了一种极致的尊贵 空气中流动着神的气息 这就是神界 其实黄小龙并不是完全陌生 因为 他在杀死一百尊神族之后 阅读过他们的记忆 对于神界还是有一个浅显了解的 当然 了解归了解 真正的来到了神界 黄小龙的感觉还是很奇特的 明眸一看 不远处 是连绵的群山 山中 似乎直伏着一团团强横都爆裂的气息 山中有陵墓 便是所谓的众神墓地了 黄小龙微微点头 脑中想起祖龙对他说过的话 就在这时 身后走来几名微微弯腰 喋喋不休说着话的神族 黄小龙转身一看 几名一级神 拉着推车 正在经过 推车上 堆满了各种食物 显然是喂养那些牲口的饲料 哎 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城镇中去啊 在这里养牲口 真是太没出息了 我宁愿被派遣出去 寻找那些宇宙 消灭宇宙中的各种细菌 哈哈哈哈 你想得美 能够被派遣出去 猎杀宇宙生灵的 哪一个没有关系 哪一个没有过硬的后台 那可是肥差 有些宇宙中 也诞生了不少文明种族 生活只醉精迷 哈哈哈哈 算了 咱们也别羡慕了 好好的喂养牲口吧 听到这几名神族的抱怨 黄小龙也是哑然失笑 神界 虽然凌驾万界 但神族们 生活的状态 社会的构架 其实与地球也差不多 都是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 各种势力也 各种关系户 各种勾心斗角 在距离这么近的情况下 那些低级神 都完全没有发现黄小龙 这让黄小龙的信心 又增加了不少 不过 能不能瞒过镇守众神目的的诸多高级神 那就不好说了 呼 既然来了 无论如何 也要试试 黄小龙深吸一口气 旋即又往自己身上 贴了一大堆隐身符 这才迈步 朝山那边走去 一座巨大的山体 挡住了黄小龙的去路 这山 金光溢溢 宛如宝石 在山体的正中间 用神文书写了四个字 众神目的 一座山门打开着 山门后 飘来死亡的气息 不过 在山体上 凿出来了上百个洞穴 准确来说 应该是洞府 每一个洞府之中 此刻 都盘膝坐着一尊神族 而每一尊神族 都是眼观鼻鼻观星 肃穆 似乎是在领悟着什么 虽然 他们把气息都压制了起来 显得如古井一般平静无波 但是 黄小龙能够感觉到 他们体内直腹着的恐怖神力 高级神 黄小龙瞳孔明具 如祖龙所说 都是高级神 比我之前杀死的那些神族 厉害太多太多了 这就是九级神了吧 果然 任中一个 都可以杀死我 这还是没有诞生神格的存在 厉害 太厉害了 哪怕黄小龙动用神符神阵 也都不过一尊九级神 那是绝对实力的碾压 吼 龙吟声响起 山体上方 天空中 密密麻麻的黄金巨龙飞过 净数都是祖龙一般的巨龙 高级神 祖龙 组成了捍卫这众神目的的军队 现在 黄小龙就要这么走过去 走进那道山门里 而 黄小龙忽然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 现在 还有一些距离 在隐身符的加持下 还没有被那些打作养神的高级神发现 也没有被祖龙发现 可 一旦接近了 这个 不太好说 黄小龙现在 也没有绝对的信心了 第1479章 李戴桃江 就这样 黄小龙便是站在众神目的之前 呈现出来一种僵持的局面 山体上 那些洞府内 高级神在打作 冥想 不动如山 但可以感觉到 在他们的身体内部 爆发着难以描述的威压 一旦他们发现了 睁开眼 对于黄小龙来讲 就是灾难 而一头头祖龙 也在盘旋 这些祖龙 都是坐骑 也都拥有着五 六级神的战力 不容小区 呼 呼 黄小龙竭尽全力地稳住心神 他也没办法 这是本能的生理反应 倘若 是换作其他的宇宙生灵过来 早就崩溃了 就算全身贴满了隐身符 也得崩啊 差不多过了一个多小时 黄小龙才算是稳住了 旋即 便是一步步地朝前方山门走去 步行而去 不敢飞起来 也不敢跳跃前行 甚至于 都不敢加快走路的速度 缓步而行 一小段路程 也变得相当遥远了起来 越是往前走 越是距离那些大神越近 压力也越大 举步为奸 不日如年 就在黄小龙 走到山门之前 一脚要他进去的时候 嗯 一名打坐的大神 忽然像是感觉到了什么 睁眼 射人心魄的神盲 立刻滚动而出 就像是食指一样的横扫了出来 黄小龙下了一大跳 赶紧屏息 口中默念安神咒语 并迅速为自己再贴上几张隐身符 怎么了 旁边几名大神 立刻问道 那睁眼眠眸观察的大神 锁死的眉头 忽然松弛了几分 笑道 没什么 刚刚似乎感应道 有什么生灵在我眼皮子底下活动 不过 应该是我产生了什么错觉 哈哈哈哈 好些大神都笑了起来 不可能的 谁敢潜入众神目的 你太闲了 太无聊了 以至于产生一些幻象 兄弟 放松一些 我刚才用神念扫了一圈 没什么异常 你想太多了 好吧 我是闲得蛋疼 那大神自嘲一笑 旋即再度闭眼 收回了神念 闲 黄小龙差点就被发现了 不过还好 侥幸蛮过去了 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黄小龙满头蛮脸满身 都是虚汗 好 不管那么多 继续前进 终于 黄小龙走入了山门 一旦进入山门之后 压力作然减轻了不少 抬眼一看 山门之内 乃是高低错落的平台 每一个平台之上 都放置着一尊冰棺 还有墓碑 好了 此处就是埋葬众神的地方了 每一尊冰棺中 都躺着一尊大神 外面把守的 最强也不过是九级神 而这众神墓地中躺着的 可都是拥有神格的大神啊 有神格和没有神格是两回世人 祖龙说过 拥有神格的神 下位神 中位神 上位神 其中 哪怕只是最弱的下位神 抬手之间 也能灭掉一大群九级神 黄小龙落错了一遍 这里的冰棺 有百来尊吧 虽然说 这些大神都死了 不过呢 哪怕也就是尸体 都散发着恐怖而沉闷的威压 好在 这目的之中 便不再有高级神在把守了 隐身之后的黄小龙 可以在这边 自意地闲逛 随意地走上一个平台 冰棺中 躺着一名冰冷而美丽高贵的女子 她安详地闭着双眸 双手垂在脚边 没有生机 但面容栩栩如生 就好像是沉睡过去了一般 在墨碑上 用神文书写着 中位神 真 中位神 呵呵呵 和那个极端派的允一样 厉害啊 黄小龙也是感觉到兴奋 这里躺着的 可都是神界的大佬啊 黄小龙尝试着用神念 扫入这针的神体之内 嗯 很安静 一片死急 的确 已经是百分之百的允落了 只不过 在其头部 灵魂的位置 封印着记忆情感 也就是 魂魄 魂魄被战时封印 不至于离开神体 对 魂魄离体 那是真死 绝对的死 而且 在心脏部位 有一块类似于宝石的恐怖能量体 或许 那就是神格 这拥有神格的神族 的确太恐怖了 他们的神格 其中蕴含的能量 简直就是 浩瀚无边啊 无边无际啊 太霸道了 黄小龙嘖嘖感叹 不过 神格之中 蕴含着与之灵魂相应的烙印 印记 好像是专属 得到神格的神族 完美掌控体内的神格 那是他们身体 生命的一部分 几乎是不可能被其他生灵 以或者其他神族给盗走的 就算盗走了 几乎也没用 毕竟那是专属的 一颗神格 对应一尊大神 至于说 被封印了的灵魂 嗯 不让灵魂消散 那是因为 这些神族 虽然是死了 但严格意义上讲 也不能够说是绝对死了 因为 主神可以复活他们 所以 封住灵魂 以后复活了 就等于是睡了葛大觉一般 当然 灵魂湮灭了 就无法复活 而且 灵魂离开了神体 会自动的削弱 以后就算是回归神体 复活了 也会虚弱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 灵魂必须封印在体内 保存完好才行 黄小龙观之 比如 这真的灵魂 目前是处于一种封印 深度睡眠的状态 这些蠢货 就是躺在这里 等待主神的唤醒吧 哈哈哈哈 老子就要把你们全部偷走 黄小龙心中亢奋不已 接下来 随意地逛着 墓地中 大神的尸骸 以下位神居多 剩下的是中位神 但并没有上位神 上位神 主神之下最强的存在 也不需要度什么神节了 因为度过去 也不能成为主神 主神是唯一的 独一无二的 尸体是找到了 一切是一个又一个宝藏 每一尊大神的尸骸 其价值 比一个庞大的宇宙还要高 黄小龙琢磨了起来 现在的问题是 怎么把这些尸体给带走 也对 要带走众神目的的所有尸体 也不是说说而已 不是简简单单地将尸体 给扔进地府 然后就能跑路的 这些尸体 一旦被移动 转移 恐怕 外面的守卫就会发现 尸体 我是要带走的 不过 如何安全的 隐蔽的 神不知鬼不觉地搞定了 黄小龙鸣思苦想了起来 这个计划 已经成功了一半 黄小龙已经蒙混过关 在严密的防御之下 进入了墓地 并且看到了尸骸 现在就是如何带走尸骸了 直接偷窃不行 黄小龙坐了下来 凌晨 思考 足足三个小时过去了 黄小龙脑子里面 不知道转过了多少念头 刻然 一道灵光 闪入大脑 替身符 有了 我根据这些尸体的气息 死戏 用替身符模拟 然后 用替身符 代替他们的尸体 对了 便是如此 黄小龙眼睛大亮 偷走尸体 用替身符代替 李戴陶江 当然 这个法子 并不是长久之计 会很快被发现 可 那又如何 等被发现 黄小龙早就带着尸体 回到家里了 第1480张龙神尸体 黄小龙盘西坐在那女性中卫神针的尸体前 神念放出 默默地研究了起来 主要是获取这针的灵魂气息 生前的一些气质 而且 在奇墓碑上 写明白了他生于XXX年 死于XXX年 生辰和死日都写清楚了 更方便黄小龙制作替身符了 入夜了 守卫在外面的高级神 更加的安静了 气息也更加的淡了 似乎是真正的羞气了 一头头祖龙 也是归巢了 事实上 守卫这众神墓地的工作 是十分枯燥的 一直以来 从来没有出过任何的闪失 所以 这边的神族们 潜意识里 还是比较松懈的 甚至说 也是有些敷衍 这个时候 可以说 众神墓地 一下子就冷清了下来 出现了一种防御真空的景象 黄小龙一个人在墓地内忙碌着 他成功地推演出来了真生前的生命波动 气质 开始画符 用神文和神力 画替身符 在替身符上 又写了真的生辰与死日 符一气呵成 完工 此时 这张替身符 散发出来的气息 与躺在冰棺之中 那真的气息 完美 出其一致 就连那种死亡凋零的伤感气息 也是被模拟的唯妙唯笑 完美 黄小龙心念一动 小心翼翼地开启了冰棺 并且 将真的尸体 搬运到了地府之中 然后把替身符 放入冰棺内 神念一扫 并无破绽 好 很完美 接下来 继续努力地干活吧 成功了第一次 那么 接下来 成功就成为了一种水道渠成 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黄小龙只画了十分钟的时间 就画好了第二尊 中卫神尸体的替身符 偷尸 第三句 第四句 第五句 简直就是美滋滋的 这活儿 干起来可真是滑溜得很啊 天还没亮 这种神墓地中 所有的尸骸 便都被黄小龙一扫而空了 清点了一番 一共是142具尸骸 下卫神112尊 中卫神30尊 众神墓地 实际上已经是空空如也 但因为替身符寂静完美 所以依旧是营造出来了一种浓浓的死亡的味道 如果不是跨入墓地 仔细观察 看到冰棺内 已无尸骸 那么 只凭借神念去检查的话 是难以发现的 呼 天快亮了 我现在就偷偷地返回那豢养牲口的地方 等着祖龙将通道打开 迎接我回家 哈哈哈哈 黄小龙心中大快 爽 黄小龙有理由相信 有了这些神族尸骸 他一定可以借此资源 将自己的实力 完美拔生 临走之时 黄小龙神念随意一扫 刻然 那 他发现 在目的正中的一尊雕像之下 似乎是镇压着什么 还有尸体 黄小龙瞳孔萎缩 连忙走了过去 那是一尊通体金色的巨大的雕像 为神族之雕像 看不清楚五官 但这雕像每一根线条 都无比的完美 似乎是在阐述着超越宇宙的一些道理 在雕像上 还写满了神族的文字 很明显 这雕像是用来镇压什么凶物的 黄小龙微微点头 然后用神念 一点一滴的渗入雕像下面 果然 还有一尊棺材 而且 这棺材非常非常的大 棺材中尸体 也非常非常的大 黄小龙有了惊人的发现 不是神族的尸体 这种神墓地之中 居然还有其他种族的尸体 不过 神族那么的骄傲 怎么可能允许 一族的尸体 埋葬在他们的墓地里面呢 而且 还用一尊雕像去镇压 黄小龙有些纳闷 不过 赫然 一到灵光 直接闪入黄小龙的脑子里面 灵光照亮了黄小龙的思路 下一秒 他的声音 也是有些发颤了 我知道了 我 我 我知道了 非同小可 下面这尸体 非同小可啊 应该 应该是 龙神的尸体 龙族之神 所有祖龙的祖先 当初龙族与神族开战 被主神击毙的 龙神 接下来 黄小龙也不再啰嗦了 他赶紧画了一张盾地符传 然后搜了一下 整个人就盾入了地下 地下宫殿 这地下 居然建造起来了一座气势灰宏的宫殿 晨光闪烁 将宫殿 衬托得极为华美 一股隐晦的威压 直伏着 这股威压的来源 乃是宫殿中间的一尊巨大的冰棺 透明的冰棺内 封印着一尊 庞大的巨龙 金色的巨龙 体型之完美 无法用言语来描述 每一张灵片之上 都演绎着传奇 只不过 这巨龙 俨然已经死去多时 它的生机断绝了 也就是一具尸体 但黄小龙能够感受到它的伟大 就好像是在面对一个浩瀚的高级世界 这一定就是龙神的尸体 没有悬念 黄小龙用神念去查看 与那些神族的尸体一般 龙神尸体之中 也是封印着一团还没有消散的魂魄 赚大了 看来 这次我是赚大了啊 黄小龙狂喜不已 原来是来偷神族的尸体 没想到 居然发现了龙神的尸体 好 带走 当下 黄小龙抓紧时间 为龙神的尸体制作替身符 这个过程 就要繁琐和困难许多了 毕竟 龙神的尸体 品质 要比那些神族 高了很多很多 而龙神的身体结构 也远比下位神与众位神要复杂 黄小龙偶心里写 快 快 快 必须要抓紧时间 天已经亮了 如果不尽早离开 有可能备守灵墓的高级神发现 而且 那条祖龙 在规定时间内 会开启通道 一百个呼吸之后 会关闭 可以说 留给黄小龙的时间 并不多 黄小龙倾尽全力 在福传之上 每一笔每一画 都是黄小龙经验 技术 心血与智慧的结晶 为龙神尸体制作的替身符 足足耗费了黄小龙半个小时 但是不够 一张替身符 根本就难以模拟出来龙神的全部气息 好吧 多画几张 在替身符没有完美制作出来之前 黄小龙不敢轻易去移动龙神的尸体 毕竟 这地宫上面 有着一尊恐怖的神族雕像在镇压 贸然的移开兵关内的龙神尸体 那会发动机关 届时产生的后果 恐怕就不是黄小龙能够承担的 哪怕是躲藏进入地府之中 在这神界 也总归会被揪出来的 在画好了足足八张符传之后 这些符传拼凑起来 细细连接成一片 终于 是完美地替代了龙神的尸体 成了 黄小龙大喜若狂 将八张提升符 放入冰关中 然后 心念一动 将偌大的龙神尸骸 送入地府 完美的礼带淘江 呼 快 还有十分钟左右 回家的通道就打开了 十分钟 我只剩下十分钟 快快快 黄小龙在隐身状态下 化为一道流光 冲出地宫 明凶 词 断 词